第747章 杀光 苏晨看着名单上约尔 卢斯的名字 上面显示他的实时位置 在距离地面10米的深处 苏晨勾纯一冷笑 钻到地下去就不会被发现了吗 系统 打开任意门 抵达约尔 卢斯的位置 之前杀的7名超凡者 他都没有用任意门 这个时候可以用用试试了 看看这个任意门是什么感觉 好的 宿主 宿主面前会出现一个跟门类似的景物 这个景物 只有宿主可以看到 宿主走进去 即可以穿过任意门 抵达约尔 卢斯所在的位置 系统的声音刚落下 苏晨就看到他面前出现了一个 大约有两米高的跟普通的房门 没什么区别的大门 不过左右两边都有鸟鸟雾气腾胜 那是普通的房门没办法比拟的 十分高逼格 苏晨走进去 瞬间就跟玩游戏里的传送法阵一样 下一秒 他就到了一处昏暗 空间窄小的地方 面前正躺着一具尸体 因为是在地下 这里有约尔钻地的时候打的地洞 不过十分的窄小 只能站着 苏晨从空间里拿出太阳能灯 把四周都照亮了 只见约尔 卢斯正躺在地上 精神力扫过去 察觉不到他的呼吸和心跳 死了 呵呵 苏晨拿住名单 上面约尔 卢斯的名字还没有被划红线 说明约尔 卢斯还没死 这是假死 这个秘书不错 如果不是他手里有名单 可以看到约尔 卢斯死没死 还真难发现他是假死的 而且这个约尔还有遁地的秘书 这两个秘书都十分不错 起码是逃命法宝 苏晨没立刻杀死他 而是一脚踢开约尔脸上的花鸟面具 再一脚踩在约尔的心口处 约尔还不想睁开眼睛 在我面前装死 嗯 苏晨冷冷一哼 约尔恐惧地睁开眼睛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最主要的是苏晨这么找到他的 他都已经让自己躺在地洞里了 就只差没给自己身上埋上土了 他这个状态跟坟地里的躺是没二样 如果用精神力在地面上扫射的话 绝对会把他当作坟地里的尸体处理 无视掉 但是苏晨就是找到了他 而且还知道他在假死 很难吗 苏晨冷冷反问 约尔被吓得当即跪在苏晨面前 求饶道 求求你放过我 我这次真的是被坑的 我还是第一次出来走江湖 没想到就被他们带到这里接单 你也看到了 我才刚成为超凡者 我其实就是来凑个数的 我什么坏事都没做过 求放过我 求求你 我身上所有的宝物都可以给你 说着 约尔把自己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包括空间戒指 还急急地颤抖着声音说道 我还有两种秘术 钝地术和假死竞术 我都写给你 求求你放过我 兵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放过约尔 卢斯 奖励宿主一颗高品金石 选择二 不放过约尔 卢斯 奖励宿主出击钝地术和出击假死竞术 这两种宝术都比约尔 卢斯所使用的钝地术和假死竞术要强 这还用选 肯定是不放过约尔 约尔能出现在这张名单上 而且也没有从名单上消失 说明约尔内心还是仇恨他的 而且也是坏人 他可不会放过这样对他有敌意的坏人 而且 现在既然选择二 杀掉约尔 就奖励出击钝地术和出击假死竞术 奖励的两种宝术比约尔会的还要强 那就没必要再跟约尔废话了 当即 苏晨一个字都不说 直接方天话己落下去 砍掉了约尔的脑袋 叮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宿主 请问是否现在激活这两种秘术 先激活出击钝地术 因为后面那个是假死竞术 既然是竞术 肯定有限制 这个时候还在杀敌 他没空跟系统多问 先把钝地术学了 好的 宿主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 关于钝地术的使用方法和教程 都一股脑的输入到了他的脑海里 十秒钟过后 他睁开双眼 这钝地术确实很奇妙 跟五行八卦里的钝地术不一样 比如土地先钝到地下 那地面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 而这里的钝地术 是跟现在这个情况一样 是会打洞的 人是没办法跟土地融化为一体 所以需要打洞 人才能从地下走 但是如果普通人打洞的话 速度在一个小时能挖一米的话 按他一个小时能挖五万米 也就是五十千米 这速度还真可以 只比他的神足通的速度差一倍 不过 不管是神足通技能 还是钝地术 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气血之力 好在他如今 自己可以炼制气血丹 吃气血丹 就跟吃豆子一样 完全不在乎 这点气血之力的损耗 苏晨忽然想到一件事 那就是 蓝星的直径是12742公里 平均半径约6371千米 按照他这个钝地术 只要钝地127个小时 连续钝地五天 就能钝到地心处 深渊不是在蓝星地下吗 难道他能直接用钝地术 钝到深渊去 想到就问 系统 我可以用钝地术 钝到深渊去吗 高级钝地术 可以 深渊和人间有介余之力 普通的钝地术 无法突破介余之力 只有高级钝地术可以 苏晨听到这话 勾纯笑了 高级钝地术 可以去深渊 好 现在奖励的是 初级钝地术 迟早会奖励高级钝地术的 解决掉约尔 把约尔拿出来的东西 都收进二号 储藏空间后 苏晨继续拿出名单开杀 这一晚 谢尔顿家族 四处传来了恐惧的惊叫声 以及弥漫着血腥味 苏叶和肖玉秀 也没杀红眼 全部按照名单上的人在杀 不错杀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两个小时后 解决完了名单上 所有在谢尔顿家族 别墅群里的人 苏晨看着这些人的名字 全部都画上了红线 重新回到默克 和高灯的尸体旁 这个时候 搜魂卡可以派上用场了 第748章 使用搜魂卡 谢尔顿家族的秘密 搜魂卡的有效期13天 正好用给 谢尔顿家族的老祖高灯 谢尔顿家族 建立数百年之久 他们的老祖高灯 又步入到了燃灯境界 家族里的宝物 肯定是少不了的 以及大英国做的 生物实验等 这些事情 高灯肯定知道一些 系统对高灯 谢尔顿使用搜魂卡 好的 宿主 正在搜魂 顿时 苏晨的面前 就仿佛出现了一个 电影屏幕一般的画面 这个画面 只有他可以看到 电影屏幕里 正在快速播放着 高灯 谢尔顿的一声 看着这电影 对苏晨来说 速度十分的快 如果是普通人看到这样 快进了至少十倍的速度 估计看都看不懂在说什么 因为此时是苏晨 在对默克使用搜魂卡 所以这些画面 苏晨看一秒就能看得懂 大脑的接受能力 在这一刻 被开发了很多 十分钟的时间 看完高灯 谢尔顿的一声 苏晨对高灯的一声 都了解了 也知道了 谢尔顿家族 真正的宝库在哪里 以及谢尔顿家族 开的生物科技公司里 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宝库不在 谢尔顿家族别墅群里 在谢尔顿家族的祖地 而大英国的生物科技公司 研究出了一款 可以快速造宗师的方法 这个方法 便是用生物科技的手段 改变一个普通人的基因 以及对他整个身体 进行非人性化的改造 比如 直接给他撞上淬炼好的上肢骨 下肢骨等等 人为的造出宗师 但是 这些人为造出来的宗师 后继无力 无法突破进超凡领域 成为真正的超凡强者 而且 他们达到宗师境界一定时间后 已经有机密研究表明 其中有巅峰宗师 出现了境界倒退 从巅峰宗师境界 倒退到了高级宗师境界 而一不一个脚印 从非舞者 靠着自身淬炼而成 抵达巅峰宗师的舞者 即使最后没办法破入超凡 但是 绝对不会出现 五道境界倒退的现象 这就是新科技 带来的大福利的大弊端 但是 很多人还是选择参与 这样的生物科技改造 毕竟 只要参加这样的改造 就能快速地成为宗师 甚至巅峰宗师 即使倒退又如何 即使一辈子 都无法抵达超凡领域 又如何 能成为宗师 他们就爽了 至少比是个普通人好得多 毕竟成就超凡者 即使走传统之路 也寥寥无几 何不走新的舞者之路 早日成就宗师 早日享受宗师境界 带来的福利 这也是大英国的 大宗师越来越多 但是成就超凡之人 寥寥无几的原因 之前希尔顿家族 请的散修的超凡者 都是修真界的 而不是人世间的 知道大英国大批量 制造出宗师的秘密后 苏晨沟纯冷冷一笑 欲速则不达 这句话 不管是放在什么位置 都正确 大英国 如果所有人都急于求成的 走新的舞者之路 那绝对是没有未来的 只会有短暂的辉煌 他会把这些资料 告诉自家老爸 让自家老爸 去跟教育部部长 英老联手把控好 龙国的舞者教育方向 不要急于求成 一步一个脚印的 走传统舞者之路 中日 会有成就超凡的机会 只要给龙国一些 时日的发展 必定会出更多的超凡者 真正的成为 全球第一大国 这次龙国 拿下了国家赛的冠军 成为五大超级家族 重点栽培的对象 五大超级家族 会不断地 给龙国输入资源 栽培舞者 指不定超凡之路 也会对龙国 杰出的舞者用 所以 未来 对龙国来说 绝对是一片 广阔的浩瀚心海 这会儿 苏叶和肖玉秀 在江卫海的带领下 来到了苏晨的身边 晨晨 你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 我们都解决了 你看看 还有没有落网之余 苏晨转过身 对苏叶说道 老爸 别墅群里的坏人都杀光了 外面还有人 这些人 最高只是巅峰宗师 我去杀 你和妈还有外公 可以先回到机关兽上 等我消息 江卫海在把控全局的时候 感知到苏晨突然消失在一个地方 然后又出现在了地下 十米深的地方 他知道这是苏晨的秘密 虽然他很好奇 但是他没问苏晨 就好比 他的秘密 他也不希望别人问一样 晨晨 你爸妈交给太外公 太外公先把迷雾阵法解除 江卫海说道 好 江卫海带着苏晨和苏叶 以及萧玉秀 前往机关兽降落的地方 然后一飞上空 收走了插入在 希尔顿别墅群四周的镇旗 收了迷雾阵法 苏晨对江卫海说道 太外公 我去去就回 好 一切小心 有事打太外公的电话 好 说完 苏晨施展神族通 一下子就来到了 两千名以外无人的地方 然后动用名单 开始一个个的杀 此刻 在外面的希尔顿家族的成员 接到电话 满脸惊恐 什么 今晚苏晨杀来了 族长死了 什么 我们的老祖也死了 苏晨在屠杀族人 好 我知道了 挂电话了 不要说见过我 说完 星科 希尔顿就赶紧挂了电话 然后把手机 急急的摔在地上 没摔碎 气得他跳脚 动用气血之力 终于把手机给摔破了 取出SIM卡 再用气血之力 把SIM卡给摧毁掉了 然后立刻回到书房 打开保险柜 从保险柜里颤抖着手 把现金衣扎扎地扔进背包里 还有金条 以及一些灵丹妙药 然后立刻就从三楼的窗户上 跳了下去 都没空去走楼梯了 得快速地逃才行 只是 他刚跳到楼下 准备上车的时候 一抹身影 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星科 希尔顿 你 你是谁 因为苏晨戴了面具 星科不知道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人是谁 随后他惊恐地想到 你是苏晨 星科 希尔顿的话刚说完 人已经没气了 死了 苏晨继续杀 苏晨去杀这些人的时候 这些人有的像星科这样 正准备逃命 有的则是还在女人床上 苏晨杀死他的时候 旁边的女人吓得尖叫 还有的则是在酒吧 喝醉酒 以及各种等等 半个小时之内 名单上的所有人 全部杀光 第749章 大轮盘抽奖 丁检测到宿主 灭掉希尔顿家族全族的坏人 特奖励宿主大轮盘抽奖一次 听到脑海里系统的声音 苏晨微微有些哑然 他知道 之前在跟阎老谈话的时候 出现过这个选择奖励 不过当时 是要求灭光希尔顿全族 才会有大轮盘奖励 后来 考虑到一个大家族 也不全部都是坏人 更何况 还有老幼妇孺等情况 他没有选择灭全族 只杀光希尔顿家族的坏人 没想到 也有大轮盘抽奖奖励 叔父 请问宿主 是否现在抽奖 抽奖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他面前出现了一个 只有他可以看见的大轮盘 大轮盘上的奖品 都是金色的锁的状态 看不到东西 跟之前用过的轮盘抽奖一样 大轮盘中间有个抽奖按钮 只要点那里 大轮盘就开始抽奖 苏晨用手点了一下 大轮盘快速地转动了起来 十多秒后 兵 恭喜宿主获得十米 剩十米剩十米的储存空间一个 功能跟宿主的二号储存空间一样 可以储放东西 但是不可以放活物 而且 空间里有自动保鲜功能 一千立方米的储存空间 想象一下 十米高 十米宽 十米长的一栋楼 那可以装的东西 可比之前的两米 乘两米乘两米 一共八立方米的二号 储存空间装的多太多了 真不愧是大轮盘抽奖 给的奖励就是爽 这下子去希尔顿家族的祖地 那宝库里的东西 都可以全部带走 爽 系统 我要领取我的机关兽奖励 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大英国的西海岸 距离老爸老妈 他们所在的希尔顿家族别墅群 有4800公里 用神族通过去 太费汽血之力了 当然是做机关兽更舒服 而且机关兽的速度更快 好的 宿主 请宿主选择机关兽的样式 苏晨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只有 他可以看见的 类似电视机屏幕一样 发出淡蓝色光芒的 55寸的屏幕 屏幕的正中央 有一架猫头鹰形状的机关兽 右边有各种选项 只需要用意念放到上面 就会切换各种形状的机关兽 选项有 鸡 鸭 额 孔雀 猫头鹰 大鸟 鲸鱼 龙等等 形状太多了 苏晨的目光 直接落在龙上 用意念点了龙 然后屏幕上就出现了龙的机关兽 好看是好看 就是太长了 有20米长 到时候降落 还得选个超级大的地方 而且宽度只有2米 有点窄 他又试看了几个形状 最后把目光放在方舟战舰上 看到屏幕上显示出来的方舟战舰机关兽 苏晨当即拍板 就选这个了 好的 宿主 请问宿主是否现在领取方舟号机关兽 领取 请宿主指定方舟号机关兽停放的位置 方舟号机关兽长15米长 4米宽 4米高 苏晨这会儿 已经动用神族通 抵达了郊外一处无人宽阔的地方 放在我旁边 好的 宿主 另外 宿主 奖励的机关兽自带一个空间纽扣 这个空间纽扣 不可以放其他的东西 只能放这架机关兽 宿主想用的时候 可以召唤出机关兽 不用的时候 可以用精神力收回机关兽 这个好 他太外攻的那架机关兽 也是可以收走 应该也是收进了空间纽扣里 这样出行很方便 用的时候召唤出来 不用的时候 收进空间纽扣里 不用额外的找地方停机关兽 随身携带也十分的方便 好 苏晨的话音刚落下 旁边便出现了一艘气势磅礴的方舟战舰 古朴的感觉迎面扑来 一个字 酷 两个字 酷帅 这机关兽 可比那些超跑什么的 好看多了 太有感觉了 那种仙气缥缈的古朴感觉 苏晨腾空而起 落到方舟战舰的甲板上 方舟的造型跟古代的大船类似 有甲板 有船舱 可以选择在甲板上观看大江大河 也可以选择回船舱里休息 他太外攻的机关兽 是一只猫头鹰 只能坐在机关兽里观看四周的情况 不知道等会儿 太外公和老爸老妈 看到他乘坐这艘机关兽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会怎么震惊 哈哈 期待 宿主 本机关兽 可以开启自动驾驶 只需要宿主设定目的地 在宿主面前弹出来的路线图上 选择好路线 便可以选择自动驾驶模式 当然 宿主也可以去驾驶舱 进行手动驾驶 还有自动驾驶功能 安全性怎么样 请宿主放心 本机关兽的自动驾驶技能很娴熟 不比人驾驶差 有提前扫描到障碍物 避开障碍物等等功能 好 请宿主在机关兽的能源盒里 放入一块高品金石 按照系统提示 苏晨进了船舱 来到驾驶室 打开能源盒 放进一块高品金石 当即 苏晨的面前便弹出一张路线图 跟用百度地图差不多 苏晨在上面输入了 希尔顿家族别墅群的位置 然后有好几条路线选择 苏晨选择了用十最少的路线 然后点击确定 再点击启动自动驾驶模式 整座机关兽当即动了起来 先是腾生上空 再调转船头 前速航行 因为时速有12000公里每小时 速度很快 吊打飞机 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 时速便提升到了12000公里 这个时候 机关兽一分钟可以飞200公里 一秒钟可以飞3333米 比神足通的速度还要快 他只感觉到四周的云层 在刷刷地过去 要是站到甲板上的话 估计人会被这超音速的速度给吹跑 想到这里 苏晨记着 到时候得提醒孩子们 机关兽起飞后 不能站在甲板上玩 二十多分钟后 正坐在机关兽上 跟苏爸苏妈说话的江卫海 忽然停了话 慧眼如炬地望着一个方向 外公 怎么了 萧玉秀问道 江卫海面色十分严肃地说道 情况有变 阿秀 苏燕 你们坐稳了 来的大人物 第750章 江卫海震惊 是我太外孙苏晨 当即 江卫海把机关兽再次升空 朝着那座 朝着他们这边横渡而来的方舟战舰飞过去 看看来的是 哪家的长辈 他没有动手杀人世间的人 不算违规 所以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苏晨正坐在驾驶舱里喝果汁 就看到前方不远处 飞来了一架机关兽 而且这个形状 是他太外公的 他正准备用精神力 跟太外公沟通 没想到 就接收到了他太外公的精神力沟通 请问是哪家的长辈 在下是江家卫自辈 江卫海 太外公 是我 晨晨 江卫海面色大惊 晨晨 你 没事吧 太外公 我没事 这是我刚获得的宝物 方舟战舰 战舰上就我一个人 这一刻 江卫海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搜一看就比他的机关兽 还要昂贵的机关兽 竟然是自家太外孙刚获得的宝物 天上吊的宝物吗 因为这座机关兽 散发出来的古朴气息 让他以为是五大家族中的哪一位长辈过来了 没想到 这竟然只是自家太外孙的坐驾 江卫海特机动 加快的机关兽的速度 几个呼吸间 便抵达了苏晨方舟号战舰的旁边 苏晨也让机关兽停下了速度 从驾驶舱走出来 走到甲板上 江卫海正在跟苏叶和肖玉秀说 这是苏晨的坐驾 没事 安全 苏叶和肖玉秀两人大惊 尤其是看到走到甲板上的苏晨后 更是惊讶 晨晨 儿子 爸 妈 太外公 你们上来 这是我刚得的机关兽 你们过来体验一下 苏晨笑着朝苏叶他们打招呼 江卫海把机关兽开到甲板上方 然后三人从机关兽上跳了下去 江卫海再把他的机关兽收了起来 三人激动的看着这艘方舟战舰 说道 晨晨 你厉害啊 出去一趟 竟然得了这么个宝握 江卫海问道 晨晨 你是不是挖了某个仙人的墓 要不然能挖出这么好的东西 这东西 他都羡慕啊 这样级别的机关兽 起码得是家族里那些上了200岁的老长辈们 才拥有得起啊 没有 太外公 这是我在路上捡到的 名单上的 我都杀光了 而且 我还得到一个希尔顿家族宝藏所放的位置的秘密 我们去寻宝 路上捡到的 哪条路 告诉太外公 那里肯定有仙人的大幕 可 肖玉秀咳嗽了一声 他知道自家儿子神奇 知道儿子时不时的会拿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东西 不过这次真的是太震惊他们了 竟然有一艘这么大的方舟机关兽 最主要的是 无论是机关兽的质感用料 还是带给人的感觉 都感觉比江卫海的那座机关兽要高大上 江卫海的这家机关兽 他们出见的时候 已经觉得很惊奇了 因为比他们在无量山脉外围看到的 在这国家赛参赛人员 进入无量山脉的机关兽 要高档的多 看来自家儿子 这次是有大秘密了 肖玉秀倾咳了一声后 说道 外公 现在帝都那边是晚上十点了 咱们还要去晨晨说的地方缩宝物 那我们先动身 给自家儿子打掩护 江卫海愣了下 知道肖玉秀这是在帮苏晨打掩护 他笑了笑 说道 行 之前他是真的太震惊 太好奇了 才会忍不住多问了苏晨几句的 被肖玉秀一提醒 他知道 这应该是自家太外孙的秘密 不方便问 不过 他对苏晨是真的越来越好奇 以及充满了期待 苏晨这种情况 他真的是前所未见 好在苏晨是他的太外孙 而不是盛家的人 想到这里 江卫海的心情大好 拍着苏晨的肩膀 让他给他们介绍 以及参观这架方舟战舰机关兽 当苏晨告诉他们 这架机关兽 可以自动驾驶的时候 直接愣住了 还能自动驾驶 江卫海惊讶地问道 嗯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就跟自动驾驶汽车差不多 而且还有导航图 说着 苏晨带江卫海他们来到驾驶舱 驾驶舱上有块电子大屏幕 点开电子大屏幕 然后选择地图 出现了跟百度地图类似的导航图 然后手动地输入 希尔顿家族祖地的地址 再点击确定按钮 再点击谈出来的人工驾驶模式 和自动驾驶模式中的 自动驾驶模式按钮 机关兽动了起来 开始加速 感觉到这起步的速度 江卫海再次惊讶 撤速度 比我的小猫要快 小猫是江卫海 给他的机关兽取的名字 苏晨笑着说道 是快一点点 让你们感受一下 说着 苏晨提速 时速短短几分钟 就提高到了 一万两千公里每小时 江卫海对机关兽十分了解 经常也会跟同龄的人 聊机关兽的一些数据 比如食速 以及耗能问题 以及其他小问题等等 他也做过同龄人的机关兽 不过他发现 跟他一批的人的机关兽的速度 都不如他的 即使是专门研究 做机关兽的白家老头子的机关兽 虽然外观看着比他的更好看 这让他每次拿出机关兽的时候 都感觉到辈儿有面子 现在 他明显地感觉到 苏晨的机关兽的食速 比他的快 他呼吸一紧地问道 晨晨 你这机关兽的食速多少 每小时一万两千公里 一万两千公里 我的这个是七千七百公里每小时 你这个速度是我的一 五倍啊 快得一批 萧玉秀惊叹地说道 一万两千公里每小时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 做了两个小时的机关兽 要是做沉沉的机关兽回去 岂不是只要一 三百三十三小时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苏晨笑着说道 嗯 是的 妈 我们今晚去希尔顿祖地找了宝物后 回去还可以吃个夜宵庆祝一番 有搜速度超快的坐驾 就是爽啊 嗯 萧玉秀大写 然后拿出一个储物戒指 递给苏晨 这是你走后 我和你爸又到希尔顿家族 缩刮到的物资 都放在这个空间戒指里了 这个戒指 是你泰外供给我们的 你拿着 第七百五十一章 整个大英国震惊 苏晨接过戒指 看到这个空间戒指的面积 有三米乘三米乘三米 二十七个立方米 空间很大 比他之前用的二号 储物空间的还要大 这会儿里面正装得满当当的 萧玉秀笑着说道 要不是实在装不下了 妈还想再多装点 这些都是按照你泰外供 告诉我们 珍贵宝物的先后顺序装的 好的都装上去了 剩下那些装不下的 都是不太好的 这种杀了坏人后 大扫荡的感觉 真的是太爽了 不过他想到一件事 晨晨 咱们待会儿去 希尔顿家族的祖地 找他们的宝藏 会不会没空间戒 这次江卫海出来的集 身上只带了一个 二十七个立方米的 空间的空间戒指 另外还带了个空间戒指 那是装了他的一些 重要东西 基本上装不下 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不过这个是好办 江卫海听到萧玉秀的话 说道 这个好办 我给江家人打个电话 让他们送几个 空间戒指过来 苏晨说道 太外公 不用 我这里有个 一千立方米的空间戒指 足够我们去装那些宝物了 一千立方米 江卫海问道 呃 十米乘十米乘十米的空间 江卫海不说话了 他原本感觉自己身在江家 又已经年岁过百 手里的好东西 肯定是吊打外孙女家这边的 没想到 先是自己的迷雾阵法 不如太外孙拿出来的 然后是自己的机关兽 不如太外孙的 现在 太外孙竟然有一个 一千立方米的空间戒指 比他那个三百立方米的空间戒指 还要大将近三倍 自家太外孙 到底是得到了一个什么宝藏 肯定是在机缘巧合之下 挖到仙人的墓了 还是说 这些都是太外孙 在弑地里得到的宝物 弑地他也没进去过 不知道里面怎么样 但是听说过 里面真的是有质宝的 比如昆鹏宝谷 以及很有可能 还有太古凶兽昆鹏留下来的 其他的聚宝 想到这里 姜卫还想明白了 坚信这些东西 都是自家太外孙 从室地里拿出来的 他手有点痒痒的 拍了拍苏晨的肩膀 笑呵呵的说道 晨晨 上次你和你爸进师弟的时候 穿的是防服射服 以后 要是还能搞到那样一套防服射服 先给太外公 好不好 他也想去室地里寻宝了 只不定当时苏晨挖宝的时候 没挖完 里面很可能还有太古凶兽昆鹏留下的 其他的质宝 要是还有一颗有活性的昆鹏蛋 那可就发达了 苏晨愣了一下 没想到太外公提到了室地 转念一想 他大概看懂了 太外公心里想的是什么了 估计想他的这些宝物 都是从室地拿出来的 这么想 也行 至少有了个解释得通的地方 苏晨对江卫海十分爽快地说道 好 江卫海听了这话 十分开心 肖玉秀和苏叶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里 看到了惊讶和安心 他们的儿子是越来越优秀了 不过他们也有点小担心 不知道儿子的这些宝物 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有没有风险 或者是 要不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之类的 两人准备等这边的事结束 回去后 再找个机会 跟苏晨私底下谈谈 希尔顿家族被灭的事 很快就传播到了 大英国的另外三大顶级家族 萨雷斯家族 吉斯家族 马托尔家族 萨雷斯家族的大佬们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直接惊呆了 什么 苏晨带着他老爸老妈 灭了希尔顿家族 这 怎么可能 贝特 萨雷斯 震惊不已的说道 虽然苏晨厉害 但是 也只是一个迷雾初期的超凡者 希尔顿家族 抵御那么丰厚 听说他们的老祖 更是一位燃灯境界的超凡者 怎么可能在一晚之间 就被苏晨和他爸妈三人 给一锅端了 这也太震撼了 明明苏晨还是那个 跟他在英杰大赛个人赛上 同级别的参赛者 虽然他拿了第四名 苏晨拿了冠军 但是 他觉得自己跟苏晨之间的差距 并不是很大 直到苏晨在无量山脉中 杀了跟捷朗联手的比方他们 他才认识到苏晨的厉害 尤其是看到苏晨从市地里出来 成就超凡 而他大哥修丽 却死在市地里的时候 他就深深地感叹 苏晨不仅天赋强 而且运气也超级好 是让他又恨又羡慕 如今 苏晨 竟然能单手灭掉西尔顿家族 这简直是太震撼了 波亚 萨雷斯您没说到 从我刚收到的消息 就连西尔顿家族在外的子弟 也都一个个的被杀了 不过西尔顿家族 也没有被灭全族 我查了下 剩下的那些西尔顿家族的人 不是老幼妇孺 就是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 以及没针对过苏晨的人 老左 真的很恐怖 因为在外面的那些人 遍布我们大英国 却都在短短半个小时 不到的时候 死于各地 有人看到杀这些人的人 虽然对方戴了面具 但是跟苏晨的身高很像 肯定就是苏晨 可是 如果真的是苏晨杀的这些人 他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速度 已经这么快了 可以随意地 在几千公里之间 秒速走动 这怎么可能 完全不现实 爱丽莎 萨雷斯开口说道 苏晨的身上 肯定是有宝物 我不相信 他没宝物 可以做到这么快的速度 不过说真的 我对苏晨是越来越有兴趣了 西尔顿家族暗杀了他那么多次 他这次特意过来灭西尔顿家族 并没有被怒火搅乱理智 真的没人性地 杀光西尔顿家族全族的人 他还是有理智的 他是个好人 老祖 要不 我们跟苏晨是好 如何 跟苏晨投诚 我可以代表我们萨雷斯家族 前去跟苏晨交谈 提奥多 萨雷斯 听到自家女儿这话 当即就皱眉呵斥道 什么投诚 爱丽莎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不要随意插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说到这里 提奥多望向家族的老祖 恭敬地抱拳敬礼说道 老祖 我们绝对不可以跟苏晨投诚 因为苏晨是绝对不会接受我们的投诚的 我们去投诚 只会把自己的身份压低 修理得死 跟苏晨脱不了干系 第752章 纷纷想投诚苏晨 我们暂且观看 什么事都不要做最好 西尔顿家族这次被灭 指不定还会牵扯出更大的巨浪 西尔顿家族的老祖高登 踏足修真戒这么多年 也不是什么事都没做 整个家族突然被灭了 肯定不会平静 我们只需要坐壁上官即可 坐在主位上的萨雷斯老祖 睁开眼睛 陈生说道 可 告诫所有族人都给我守着规矩 别加入讨伐苏晨的阵营 坐壁上官 不烫这趟浑水 萨雷斯老祖的话一出 在座的所有萨雷斯家族成员 都起身恭敬地说道 是 谨遵老祖的话 吉斯家族跟萨雷斯家族不一样 直接就派人前去找关系 找苏晨的联系方式 准备投诚苏晨 花了重金 搞到苏晨的电话号码 由吉斯家族的老祖巴里 吉斯给苏晨打电话 苏晨看着手机上来的陌生电话 接了 电话一接通 电话那端便传来了十分和气的声音 请问是苏晨苏先生吗 是我 你是谁 苏先生 真的是您 您好 我是吉斯家族的老祖巴里 吉斯 得知苏先生在大英国这边游玩 不知道可不可以请苏先生来我家做客 我有礼物奉上 巴里 吉斯一脸谄媚地说道 苏晨听到巴里 吉斯这话心里笑了笑 看来希尔顿家族被灭的事 很快就传播到这些大财团的耳朵里了 吉斯家族是第一个打电话过来投诚的 作为社会 老司机的苏晨哪里不知道巴里 吉斯心里想的是什么 不过他跟吉斯家族确实也没什么仇和矛盾 他淡淡地说道 没空 送礼就不用了 挂了 对于大英国这边的家族 他不想结交 也没必要结交 方舟继续前进 忽然 江卫海说道 咦 前方有一个防御大阵 不过这个阵法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直接撕裂 闯过去 绕道行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防御大阵部的还挺宽的 绵延了这一座山 绕道 太耽误时间了 而且 这个防御阵法太低级了 只能面前说是一个阵法 说着 江卫海便出手 撕开一个口子 也不全部破坏掉这个阵法 撕开一个口子 方舟横渡过去 正在宗庙里开家族大会的马托尔家族老祖 法比恩 马托尔 说完 法比恩整个人火速地冲了出去 迷雾中 七境界的他 一跃而起 冲上天 当他看到那远去的方舟的时候 正准备动用精神力 对方竟然敢闯入他们马托尔家族领地 太胆大妄围了 拿出望远镜观看 正准备动用精神力攻击对方的时候 忽然 他面色大变 那是机关兽 战舰型的机关兽 从未见过 船帆上 有个好大的苏字 速度好快 不见了 这难道是苏晨的机关兽 想到有这个可能 他立马回到了地面 家族里的人已经冲了过来 一脸战时警戒 老祖 谁这么大的胆子 竟然敢偷袭我们马托尔家族领地 不想活命了 这话刚说出来 该人就被法比恩赏了一巴掌 瞎说什么 立刻把防御大阵关停 是苏晨的机关兽飞过去了 这话一出 吓得族人赶紧跑回总坛 去关防御大阵 其他人也是一脸猛圈 苏晨 是刚灭掉希尔顿家族的苏晨 天哪 他怎么来我们这里了 老祖 我们没跟苏晨打过交道 他该不会是来灭我们族的吧 法比恩听到这话 又给了对方一个耳光 乌鸦嘴 瞎说什么 还处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赶紧去准备宝物 说完后 法比恩不再多说 立刻追着机关兽飞行的方向 追过去 找了一圈 也没在自家领地的范围内 找到苏晨那艘气势磅礴的 方舟型机关兽的身影 他松了一口气 苏晨应该 只是路过我们这里 还好只是路过 也好在苏晨心善良 要不然 我这个小小的家族 估计今晚也要跟着 希尔顿家族一样的 被灭掉了 想到这里 法比恩后 啪的抖了抖 立刻回到家里 让族人去托关系 找到苏晨的电话号码 他要联系苏晨 跟巴黎 集思一样 他找到了苏晨的电话号码 给苏晨打去了电话 说刚才不知道 苏晨的机关兽飞过去 早知道的话 他们肯定早就撤掉防御大阵 以及攻迎苏晨 为表歉意 是马托尔家族的底盘 他心里笑了笑 这世道就是这样 弱的时候 大家都来欺负 强的时候 大家都来奉承 他淡淡地说道 不用了 好了 我这边还有事 挂了 说完 苏晨挂了电话 当苏晨的机关兽 抵达希尔顿家族祖地的时候 苏晨接到了阎老的来电 小苏 你现在在大英国 是的 阎老 阎老笑呵呵地说道 你这速度挺快的 我刚收到消息 希尔顿家族 已经被你灭掉了 你这速度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另外 刚才我接到外交部的电话 大英国的吉斯家族 和马托尔家族 整了一张很长的礼品单 让我们龙国的外交部 帮忙把这些礼品转送给你 苏晨笑着说道 都跟他们说 不用给我送礼了 还是要送 很无奈啊 都找到外交部去了 小苏 这里 你收吗 阎老 这礼物我不收 苏晨说道 行 那我让外交部回了他们 小苏 事情处理完了 早点回来 毕竟那里不是我们的地盘 阎老关心的说道 他担心苏晨在大英国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后 事情有变 好 今晚我就会回来 好 明天在你和小林 还有八阵机的寿闲大点上见 好 苏晨挂了电话 苏晨问情况 苏晨把阎老跟他说的话 告诉了苏晨他们 苏晨听了后 说道 晨晨 不收礼的做法是对的 免得到时候收了他们的礼 他们在外面打着你的旗号 乱声势 小妹的话 小妹这两天失眠 睡得不好 这两天就去锻炼了身体 出了汗 感觉身体好了很多 就是只更了两张 家人们请见谅 明天开始继续三更走起 第753章 这些宝物都是我的 希尔顿家族的祖地 是在一座深山老林里 这里从表面看是一片废墟 没有人居住 但是 苏晨从高登的记忆里 这片废墟只是表面假象 废墟的下面有一座庞大的宫殿 那才是希尔顿家族真正的祖地 而祖地的位置 也只有高登和默克知道 祖地里的宝库 只有高登知道 因为这只传给家族里的老祖 苏晨看过高登的记忆 自然知道 从哪里进真正的 希尔顿家族的祖地 方舟战舰悬停在废墟上 苏晨带着苏叶他们 跳下方舟 落在这一片废墟之上 这会儿天微微亮 可以看到四周的情况 苏晨把方舟收到空间按钮里 太外公 爸 妈 你们跟我来 这地下有玄机 苏晨带着苏叶他们 从一处地方 按了藏在废墟石头下方 一处极为隐蔽的开关后 当着分开 露出来了一条通往地下的路 苏晨带着苏叶他们走了下去 走下去后 墙壁上有开关 他按了一下 石板大门关上 他再按了一组开关 灯火刷的点燃 这里没有电力系统 用的是一种人鱼类的可燃 又可以保存百年也不会坏的燃灯材料 四处的灯点燃 下方立马一片通亮 从楼梯上走下来 来到一处宽阔的地方 肖玉秀吃惊地说道 这里 真的很大 目测的范围内 起码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而且四周都砸了房间 等于一座地下宫殿 肖玉秀看着面前 一根直径有一米粗的罗马柱 上面金光灿灿 他走过去 用手摸了摸 又用牙齿咬了一下 然后双眼放光地说道 我去 这是真正的金子 不是镀金上去的 这一整根 都是纯金打造的罗马柱 发达了 儿子 咱们把这些罗马柱 都打包带走 苏晨看到财迷的老妈 想到自家财迷的大女儿 看来这是隔代遗传 他笑着说道 好 妈 我们先去开启宝库 等会再来带这些东西 好 我擦 这把椅子 竟然是用花梨木做的 带走带走 刚好我们家差一把椅子 还有这桌子 也是花梨木做的 这个石头墩子 竟然是一块完整的 太油精打造的 搬走搬走 萧玉秀兴奋地 像个小孩子一样的 这里摸摸 那里看看 凡是被他 看过摸过的东西 都被他打上了标签 都要带走 真不愧是 希尔顿家族的老宅 东西就是 别墅区那边 要好得多 都是我们的 苏晨和苏叶对视一眼 笑了 其实这些东西 在龙国 他们也可以搞到 不过 自己搞到的 跟自己缴货的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缴货带来的快感更足 苏叶说道 老婆 你不要什么都带走啊 等会儿 还有宝库里的东西呢 到时候 晨晨一千立方米的空间 戒指都打包 带不走这些东西 怎么办 我们先去装宝库里的 装完 再来装这些 到时候 肯定把晨晨的空间 戒指塞满 萧玉秀经过苏叶一提醒 才想到 自家儿子的空间戒指 是有限制的 他拍了下自己的后脑勺 憨憨地笑着说道 对后 成 听老苏你的 我们先去装宝库里的东西 等下剩下的空间 再来装这些 宝库里的东西 肯定比外面 看到的这些东西 更加的金贵 叮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告诉萧玉秀 这里的东西 都可以全部带走 奖励宿主物件 传送通道一次 只需要宿主 指定要带走的东西 以及指定物件 所到达的位置 可以直接传送过去 选择二 不说话 保持沉默 奖励宿主 两米乘两米乘两米的 储物空间一个 听到系统的话 选择一 可以把这里 所有的东西都带走 苏晨问道 所有的吗 包括宝库里的东西也可以 是的 宿主 可以 现在还没进宝库 不知道里面 到底藏了多少东西 虽然自己 比一千立方米还要多呢 另外 就是 他老妈很想 把这里的东西都带走 到时候 他如果全部带走了 传送到庄园里 他老妈看到后 肯定会超级惊喜 至于选择二的奖励 八立方米的储物空间 这个空间是只能他用 因为不是空间戒指 空间戒指可以送人 储物空间 则是在他的脑海里的 已经有了 一千立方米储物空间的他 八立方米太小了点 而且 小时候爸妈 为了让他高兴 各种为他花钱 买玩具之类的 现在老妈开心 他就是要让老妈开心到底 所以 他把胳膊放到 肖玉秀的肩膀上 带着他环顾四周 笑着说道 妈 这里的东西 我们一件不少的 全部带回去 叮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力宿主物件 传送通道一次 请问宿主是否现在使用 暂时不使用 先去宝库里看看再说 肖玉秀听到苏晨的话 以为自家儿子 是在安慰他 他笑哈哈地说道 好 吹牛的时候很爽啊 苏叶和江卫海 也都没把苏晨这句话 当成是真的 因为四周的东西 真的超级多 苏晨一千立方米的空间 是完全带不走的 苏晨笑着 没多解释 反正等到时候回到家里 他们就知道了 哈哈 他苏晨大帝 从来不说大话 来到宝库门口 肖玉秀的眼睛再次亮了 这两扇大门 也都全部都是 太油精打造的 儿子 这两条门 咱们一定得带回去 到时候装到 咱们家宝库的大门上 太阔气了 肖玉秀看了 那希尔顿家族的祖地 也准备到时候 回到庄园后 也大干一番 给家里打造一个地下宫殿 专门用来放宝物 传承世代 好 苏晨宠溺地笑着说道 都可以带走 别说这两扇大门了 苏晨走到大门面前 这扇大门 需要特定的两把钥匙 合并到一起才能打开 当时那两把钥匙 就在高灯的空间戒指里 现在在苏晨的手里 第754章 宝库中有质宝 希尔顿家族的空间戒指的空间 确实不怎么的 就连他们老祖高灯的空间戒指的空间 也只有十里方米 装不了什么东西 不过 里面装的都是高灯最重要的东西 包括高灯修炼的那套 猛虎流星拳武技书 也在这里面 以及各种担药 对苏晨来说 里面最值钱的 应该就是猛虎流星拳这套武技了 他准备等回去后 有空炼炼 拿出钥匙 苏晨用气血之力 将两把钥匙 打入大门的钥匙孔内 两把钥匙打进入后 随着一阵机关转动声响起 大门朝着两边打开 因为这扇大门 已经很久没开起了 朝着两边开动的时候 落下很多的灰尘 苏晨抬手一扫 精神之力散开 便将这些灰尘轻易地散开 四人走进了宝库 萧玉秀的眼睛更亮了 嘴巴一直都是笑得合不容嘴的 嘴里喊着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江卫海看着自家外孙女 这可爱的表情 宠溺地笑了 她的精神力扫视一圈 原本没想着会发现什么宝物 忽然 她的表情微微一惊讶 与此同时 苏晨的脑海里 在写响起系统的声音 丁 检测到此座宝库里有一件宝物 宿主找到后 可以再奖励宿主 一次大轮盘抽奖机会 这里竟然有系统说的宝物 她记得 上次系统说的宝物 是在试地的时候 系统突然弹出来 说有宝物 她去找到了 找到了昆蓬宝谷 学到了昆蓬宝术 这两天 她是真的认识到了 昆蓬宝术的厉害 因为 修真界有人研发出了 阻隔精神力攻击的面具 导致精神力的作用减弱 但是有昆蓬宝术在 不管是迷雾初期的超凡者 还是迷雾后期 燃灯中期的超凡者 都扛不住她的昆蓬宝术 昆蓬的嘴把他们吞进去 便可以融化掉 他们脸上的阻隔精神力的面具 现在 这里又出现了宝物 找找找 太外公 爸 妈 你们随意看 我先去找个东西 苏晨对苏叶他们说道 苏叶点头 苏晨身影 快速地穿梭在这座宝库里 整座宝库 十分巨大 起码有一千平方米 这是希尔顿家族 沉淀了数百年的积累 宝物 宝物 上次在市地里 机缘巧合 他下了一盘残局 得到了昆蓬宝具 那现在呢 苏晨走后 江卫海对苏叶和肖玉秀说道 苏叶 阿秀 这里我已经看过了 很安全 没有机关 你们随意地看 我去找个东西 苏叶和肖玉秀点头 江卫海的身影 直接朝着那个他看好的东西 闪身过去 他来到一幅挂画面前 挂画上画的是 希尔顿家族的开山老祖 黎恩 希尔顿 看着挂画上的人 江卫海微微凝眉 总感觉这个人有点眼熟 像是在哪里见过 但是仔细想 又想不起来 挂画上写了该人的名字 黎恩 希尔顿 旁边记载者 黎恩 希尔顿的毕生经过 在四百多年前 希尔顿所做的分工伪计 江卫海没仔细去看 他的目光落在挂画上 而这会儿 苏晨也来到了江卫海的身边 太外公 你也觉得这幅画 很奇怪 他看了一圈 发现其他的地方 都不像是有宝物的样子 唯独这幅画 带给他的感觉有点怪 江卫海点头 这里有个不错的东西 走 进去看看 说着 江卫海拉着苏晨的手 直接穿进了这幅画内的小世界 画内世界不大 大概有十五平方米 四周都是一片缭绕的雾气 这是苏晨惊讶 他之前进过炼气空间 但是那是系统带他进去的 炼气空间带给他的感觉 比这里更加的高大上 但是 这 可是现实世界啊 不是系统啊 也有这样的一方小世界 江卫海解释道 这是一方小世界 看来希尔顿家族还挺有底蕴的 一个人世间的家族 能搞出这样一方小世界 来了 江卫海的声音刚落下 前方的雾气稍微淡化了一些 显露出来了 一棵柳树 柳树下 摆放了一张石桌 石桌上放了一把骨针 江卫海的脸色稍微的尴尬了下 呃 骨针 他看向苏晨 说道 晨晨 你妈会弹骨针吗 应该 不会吧 家里没有骨针 他老妈喜欢养花 泡茶 但是应该是 没有弹骨针的习惯 至少他是没看到过 呃 那这里的宝物 暂时跟我们无缘 丁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告诉江卫海 宿主会弹骨针 奖励宿主终极骨针技能 以及一百张琴谱 选择二 问江卫海 为什么要会弹骨针 才能跟这里的宝物有缘分 奖励宿主终极唱歌技能 这还用选 当即 苏晨跟江卫海说道 太外公 我会弹骨针 兵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励宿主终极骨针技能 以及一百曲琴谱 请问宿主是否 现在激活终极骨针技能 激活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大量的关于骨针音符 每根琴弦的作用 以及音律的掌控 弹奏的技法等等 都一股脑的输入到了他的脑海里 十秒钟后 他睁开双眼 看到面前不远处的骨针 他立马就可以判断出 这是一架十分高档的 用已经绝技的雪檀木制作成的骨针 这种材料做出来的骨针 音色纯正 颗粒性强 琴声韵味十足 鱼音较长 即鱼音绕梁 乃三日不绝 骨针上的十五根琴弦 不同于现在常用的二十一根弦 历史之久 可以追溯到明朝 江卫海听到苏臣会谈骨针 大喜 拍着苏臣的肩膀 朝着骨针走去 一边走 一边说道 臣 臣臣 那你来谈谈这骨针 刚才太外公为什么说 这里的宝物跟谈骨针有关呢 一般的奇遇里面出现了什么 就跟这个有关 有时候是下围棋 有时候就谈骨针 俨然这里需要谈出一曲 拥有这一方戒子空间的 所有者想要的骨针曲 才会出现这方戒子空间里的宝物 第755章 获得质保 再次抽大轮盘奖 爽 臣臣 你去骨针那里试试 把你会谈的 都谈一遍出来看看 壮壮运气 这种事 也就只能壮运气 而这个戒子空间 一旦有人进入 一般情况会有个自我毁灭 倒计时程序 所以 最好的办法 就是苏臣能这会儿 淡出这个戒子空间 所有者想要的骨针曲 苏臣点点头 来到骨针面前 然后坐下 闭上眼睛 脑海里响起系统的声音 请问宿主是否 现在领悟一百曲琴谱 领悟 好的 宿主 发送中 发送成功 一百曲龙国的古典古争曲 涌入到了他的脑海里 每一个音符 都像是烙印进他的记忆深处一般 只要一动念头 就能想起 而且记忆十分清晰 有流传广泛的 高山流水 广陵伞 平沙落雁 梅花三弄 等等 现在 弹哪首曲子为好 这里的宝物 肯定就是系统所说的宝物 拿到这个宝物 不仅获得了这个宝物 而且 还有一次系统奖励的大轮盘抽奖 上次大轮盘抽奖 抽中了一个1000立方米的储藏空间 大轮盘抽奖的奖品 很牛逼啊 这古征是明代的产物 上百曲的古征曲里 高山流水 是先秦时期的曲子 广陵伞 是战国时期的曲子 平沙落雁 是明朝流传的曲子 弹 平沙落雁 是是 但是 平沙落雁流传至今 已经有多种演奏曲调 有七段和一个尾声 六段和一个尾声 以及其他各种版本 不过苏晨这里只激活了一个版本的曲谱 那便是最早刊登在明代 古音正宗 也就是384年前的那一张最古老的曲谱 在外面的时候 他看过这幅画上 黎恩 希尔顿的生平简介 生于400多年前 死于300多年前 也就是说 在384年前 这正是黎恩 希尔顿所在的年代 他想 应该是这一张曲谱更合适 当即 他不再多想 沉下心来 双手放到琴弦上 一瞬间 他整个人 有如沉淀在古征领域多年的老古征人一般 手指动了起来 每一个音符都弹到了点子上 十分的好听 音色一出来 江卫海亚然的妄向 正在弹古征的苏晨 我太外孙 我还以为晨晨只会弹一点点 没想到 既然弹得这么好听 才有水准了 不知道阿秀是怎么栽培的晨晨 竟然栽培得如此出色 不仅围棋下的高超 而且古征竟然也弹出了大师级的感觉 享受啊 旋律起而又浮 绵延不断 幽美动听 基调静美 静中又有洞 好听好听 忽然江卫海面色一喜 重了 当即 他对苏晨喊道 晨晨 就是这首曲子 你继续弹 弹完 随着曲子弹出来 四周的雾气再渐渐地散开 一记飘逸的声音传来 既落则沙平水远 意识心弦 彭履无猜 雌雄有序 随着声音消失 一个四周散发出淡蓝色光芒的顶 从天而降 降落在苏晨所谈的骨针的前方一米的位置 这座顶 散发出如玉制一般的光泽 整座顶 通体通透 由白玉做成 高约一米 宽约四十厘米 如玉的顶周身 雕刻有一条气势冲天的冰龙 江卫海看到这座顶 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 当即大喜地说道 晨晨 宝物到手了 苏晨结束了谈骨针 来到玉顶面前 叮 恭喜宿主发现宝物白玉冰龙顶 特奖利宿主大轮盘抽奖一次 果然是这个宝物 系统 白玉冰龙顶是什么 看着很神奇 但是不知道 这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不过从他太外公激动的脸上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东西绝对非一般 宿主 白玉冰龙顶是开启一座仙木的钥匙 开启这座仙木 一共有七把钥匙 白玉冰龙顶便是 其中一把钥匙 集齐七把钥匙 可以开启仙木 仙木 之前太外公看到他的方舟战舰的时候 问他是不是挖了一座仙木 难道世间真的有仙木 系统 仙木是什么境界的大能的坟地 比羽化仙境界的大能 还要强的存在 卧槽 比羽化仙境界的大能 还要强大的存在 那是什么境界的 难怪自家已经是 逍遥游境界的太外公 看到这座白玉冰龙顶 也十分的欣喜激动 这可是开启一座 超越羽化仙境界的大能的仙木的钥匙 里面的宝物不用想了 肯定是数不胜数的 千古异地龙族始皇的陵墓里 就有数不胜数的宝物 甚至有几千的兵马俑 期待了 请问宿主是否 现在开启大轮盘抽奖 开启 跟之前大抽奖一样的操作 丁恭喜宿主抽到盲盒一个 盲盒 系统也这么的跟上时代吗 请宿主指定盲盒放置的位置 放到我的三号储物空间里 三号储物空间 是他给一千立方米 这个空间取的名字 方便好记 好的 宿主 已经放好 请宿主享受开启盲盒的快乐 奋出一缕精神力来到三号储物空间 果然看到里面的空中 悬浮着一个散发出淡淡的蓝光的盒子 不知道这盲盒里装的是什么 拆盲盒的快乐来了 直接用精神力化为一双手 拆开盲盒 盲盒被拆开的瞬间 一缕粗 重 大的红色光柱 冲天而起 紧接着 一座周身 沉浮着一条虚幻的烈焰火龙的顶 出现在光柱中 丁 恭喜宿主开启盲盒 获得赤金烈焰顶 该顶意识开启 仙慕的钥匙之一 这么说 他苏晨手里 有把两把开启仙慕的钥匙 一共七把钥匙 他一个人就占据了两把 爽 哈哈 仙慕 仙慕 等着我苏晨大帝来开启你 最喜欢找宝物了 江卫海大喜地拍了拍苏晨的肩膀 说道 晨晨啊 你真的是福星高照啊 这运气 简直是太逆天了 来搜刮一个人世间的家族的宝库 没想到 这里竟然藏有这样的质宝 如果太外公没看错的话 这就是传说中的白玉冰龙顶 开启仙慕的七把钥匙之一 转大发了 第756章 整个地宫的宝物全部带走 回家 苏晨从二号储物空间里 拿出烈焰火龙顶 说道 太外公 我这里还有一个瞧着 有点类似的顶 你看看 江卫海看到眼前突然出现的烈焰火龙顶 直接激动地跳了起来 整个人激动地围着烈焰火龙顶转圈 激动地已经无法言说了 这是烈焰火龙顶 也是开启仙慕的七把钥匙之一 我的个天 晨晨 你竟然有两把钥匙 要知道 盛家 我们江家 以及白家 都各自只有一把钥匙 另外四把钥匙 遗落在蓝星各地 但是具体在哪里 这些年来 三家人都在寻找 就连凯达家和霍家听说了消息 也都在极力地寻找 但是都没找到 没想到这里有一把 晨晨你那里还有一把 赶紧收起来 这东西 也就只能藏在戒子空间 或者高级的储物空间里 才不会被五大家族里的 那些老怪物们发现 这可是连五大家族的老祖们 都觊觎的好东西 传说中 这仙墓 是一座超过羽化 先大能强者的羽化之地 里面的珍宝无数 苏晨已经从系统那里 听过解说了 他也很期待 打开这座仙墓 苏晨把两个顶 都收到了空间里 顶收走后 这里的一方小世界 开始轰动 江卫海拉着苏晨 就从这里出去了 回到了外面 而承载了刚才那一方 小世界的黎恩 希尔顿的挂画 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 最后烧成了灰尘 太外公 今天获得质保 今晚我请大家吃烧烤 苏晨好爽地笑着说道 确实的好好地宰你一顿 我要吃烤全羊 想起上次苏晨 在十万大山里 烤的烤全猪 江卫海就流口水了 他发现 他家这个太外孙 真的是全能行人才 下棋一把手 弹骨争一把手 厨艺一把手 就连这运气 也都是杠杠的 无人能敌啊 爽爽爽 这可是自己的太外孙 盛家人要是知道了 肯定的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要的就是这么个效果 真期待过段时间 他带苏晨回江家的时候 举办肖玉秀 全家认祖归宗仪式的时候的大场面 肯定轰动整个修真界 苏叶和肖玉秀 刚才没看到江卫海和苏晨 有点着急 听到苏晨和江卫海的声音 立马跑了过来 笑着问他们俩 刚才去哪里了 都没看到他们 苏晨跟老爸老妈说了 刚才江卫海带他去的地方 以及找到了一把 开启仙墓的钥匙 两人听了后 都大为惊讶 然后大喜 尤其是肖玉秀的双眼 已经彻底的小财迷了 我天 这里的宝贝就这么多了 那仙墓里的宝贝 岂不是得成蹲成蹲的多 苏晨看着自家老妈 这小财迷的样子 笑着说道 那里肯定很多宝贝 妈 爸 你们看得差不多了吗 看得差不多 我就开始把东西 放到空间戒指里去了 咱们早点回去 婉雪他们 估计要担心了 肖玉秀说道 都看得差不多了 就是这里的东西好多 不知道能不能 全部放到你的空间戒指里 然后他拍了下后脑勺说道 装不下的话 那咱们就装一些 放到你的方舟上 还有外公的小猫机关兽上 苏晨说道 不用 妈 我自有办法 我跟你说过的 这里的东西 我都会全部带回去 既然是来收缴战利品的 那当然全部都是他的 都得带走 一颗小金子都不留下 肖玉秀惊讶了下 儿子真的能全部带走 那当然了 肖玉秀笑得合不拢嘴 之前我还以为你是哄我的呢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成 那这些东西 就交给晨晨你来负责 不过到时候放下这些东西的话 我估计也不能一下子 全部放在庄园里 要不然被人发现了不太好 庄园的别墅里 肯定是一下子 放不下这么多东西的 江卫海说道 这个没事 导致我给庄园 布置一个迷雾阵法 就可以解决了 虽然说我的迷雾阵法 没有晨晨在十万大山山谷里 布置的那个那么厉害 但是 糊弄一些逍遥游境界以下的舞者 还是完全没问题的 迷雾阵法 可以隔绝各种高科技窥探 比如卫星 无人飞机等等 肖玉秀一听这话 当即大喜 那这个好啊 到时候放在庄园里 外面的人也看不到 那我就放心了 现在自媒体太发达了 我担心到时候 我们在庄园里放太多的东西 被人发现了 传到网上去 影响不好 接下来 苏晨先用空间戒指装一批 把一千立方米的空间全部装满 然后问系统 可以暂时把这些东西 寄存在系统空间里吗 宿主 可以寄存四个小时 好 等我出去后 把这里所有的东西 包括石头大金柱子 太油金的大门等等 都给我搬走 指定位置 我买的那座庄园 具体方的位置 等我到家后再指定 可以的吗 好的 宿主 可以 系统真人性化 舒服 当即 苏晨带着将魏海他们 离开了地下宫殿 上到方舟上后 他脑海里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宿主 东西已经全部打包好 下面只剩下没有价值的黄土了 一片燕毛都没有留下 随着系统的声音刚落音 下方就传来了轰隆隆倒塌的声音 苏晨操控方舟升空 没一会儿 就看到下方全部都倒塌了 建起万千的粉尘 苏晨在方舟驾驶室的地图导航上 定位他在龙国的庄园地址 然后方舟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朝着龙国地都飞驰而去 将魏海望向苏晨的目光 是深了又深了 他觉得自家太外孙 真的是有大秘密 他没办法想象 刚才地宫里剩下的那些东西 自家太外孙要怎么带走 但是他也知道了 有些事还是不要问的好 只要知道 自家太外孙 牛逼就行了 坐在船舱里 苏晨给林丸雪打句电话 第757章 抵达家里 孩子们 爸爸带着大宝贝回来了 跟林丸雪说 已经在回龙国的路上了 大概一个多小时候到家 好的 老公 我们在家里等着你们 林丸雪激动地说道 对于这次苏晨他们去大英国 他们是很担心的 虽然说 他们知道苏晨很厉害 也知道江卫海很厉害 但是 毕竟那是要去灭掉 大英国的超级财阀之一 希尔顿家族一族 肯定不会那么简单 好在现在接到苏晨的 报平安电话 可以稍微安心了 真正的安心 还是得等苏晨回来后 挂了电话后 林丸雪招呼着女儿们 去准备串肉 到时候苏晨他们回来后 开烧烤party 庆祝他们凯旋而归 苏伊诺他们 纷纷兴奋了起来 大宝小宝也在地上 欢快地蹦打 跟着姐姐们的屁股后面 去帮忙 陆碧云他们得知苏晨 去大英国后 也从家里赶过来了 木子晴欢喜地说道 我去厨房里切葱姜蒜 林丸雪放下手机说道 我跟你一起去 家里忙碌了起来 大概到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苏晨的方舟 开到了庄园上空 降落在地上的时候 苏子涵他们 都被震惊到了 之前走的时候 老爸他们不是做的太太 外公的小猫机关兽吗 怎么回来的时候 换成了这样一艘 霸气的方舟战舰 苏伊诺惊呼出声 朝着方舟跑过去 苏晨和江卫海 他们走出船舱 看到跑来的孩子们 他笑着腾飞而起 就落到了孩子们的面前 爸爸 爸爸 老爸 爸爸 哎 爸爸回来了 苏晨哈哈大笑地 把孩子们抱进怀里 然后说道 这次爸爸带了 好多的好东西回来 等会儿 你们随便选 太棒了 爸爸 这艘机关兽 是我们家的吗 对 是我们家的 爸爸刚获得的新机关兽 方舟战舰 要不要上去玩玩 要要要 浩浩已经迫不及待地 在旁边蹦蹦哒哒的了 听了苏晨的话后 整个人直接腾空而起 跳到了方舟的甲板上 屁颠屁颠地这里摸摸 那里看看 满眼的好奇 苏晨也带着女儿们上来了 苏子涵他们跟大宝差不多 都是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苏伊诺直接跑进了船舱 找到驾驶舱 然后大声地喊苏晨 老爸 这方舟怎么开 是不是跟开车一样 之前江卫还有一架机关兽的时候 他们只敢围着机关兽看 或者走进去看 洞肯定是不敢乱动的 但是 这是自家老爸的机关兽 那就不一样了 亲近了很多 尤其是苏伊诺 已经很想上手开一开试试了 苏晨来到驾驶室 大宝也屁颠颠地跟过来了 小小的他 虽然还只有九个月大 但是 也是想掌控方向盘的主 苏晨弯腰笑着把他抱起来 爸爸 我也可以开吗 大宝问道 这座方舟是可以自动驾驶的 也可以手动驾驶 你二姐姐可以开 但是浩浩你 还是在大典 在想开方舟的事 苏晨笑着说道 苏伊诺在一旁点了点大宝的鼻子 笑着说道 听爸爸的话 你现在就看着好了 你这小胳膊这么小 打方向盘 都打不满 大宝挥了挥小拳头 哦 我要长大大 老爸 手动驾驶的话 怎么看 可以教我吗 苏伊诺兴奋地问道 行 没问题 你出去跟子涵他们说一声 要开方舟了 免得吓到他们 好嘞 这边 苏晨带着儿女们 开方舟 在庄园的低领空玩 那边 江卫海已经在庄园四周 布下了迷雾阵法 此刻 正在这座山对面的一座大山上 玩野营的人 在转动望远镜看四周的时候 忽然惊呼出声 咦 奇怪 那里之前是不是有一座山 哪里 该人抬手指着苏晨庄园所在的山峰 就是那个方向 之前 我看到一座山 怎么突然那里 就全部都看不见了 好像都是雾气了 另外一个人 咦 那个方向 不是之前传闻有金光出现的地方吗 现在又看不见了 只看得到雾气 难不成那座山上住了牛逼的大人物 有人推测的问道 你们说 会不会住了苏晨一家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那座山峰是一座大庄园 山顶有一栋超级豪华的别墅 一直都没人居住 但是最近被人买走了 这人推测的声音一出 立马四周露营的人 纷纷跑了过来 因为苏晨是龙国的英雄 是全民偶像 所以对于苏晨的事情 大伙都十分有兴趣 开始聊了起来 要是苏晨真的住在那座庄园的话 那我去山脚下买宅基地修房子 住在苏晨家的山脚下 那感觉 简直是棒棒的 不要吧 如果那山上真的住的是苏晨的话 他应该是 想要低调的生活 我们都住到那里去了 其他人也会挖出来消息 到时候 大家都知道 苏晨住在那座山上 然后都为了见苏晨一面 堵在山下 那苏晨还怎么过日子 对哦 追星要有个度 咱们得给苏晨充足的私人空间 苏晨不选择住在帝都城里 选择住到郊外来 就是为了一个安静 肯定不希望被人打扰了 嗯嗯 是的 明天就是苏晨的授训仪式了 好期待啊 只是我没被选中前去官吏 只能在手机上看直播了 看直播也很爽啊 能被选中去官吏的老百姓 都幸运之子 对 咱们能知道苏晨居住的地方 也是幸运之子 说的没错 来 干杯 苏晨带女儿们开非洲的时候 观看了一下庄园的布局 发现有一块超大的草坪 可以用来放置它 暂时寄存在系统空间里的东西 这块草坪 原本是一块高尔夫球场 足足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 而且距离山顶的别墅也不远 它自己的话 一秒钟就能到 普通人的话 走路十分钟也能到 暂时把东西放在这里 到时候等自家老妈 把地下挖出一个地下宫殿的时候 再把这些东西都搬进去 第758章 全家震惊 好多宝物 一诺 把方舟悬停在这片高尔夫球场上面 苏晨说道 好嘞 老爸 苏伊诺这会儿 已经学会怎么驾驶方舟了 整个人特兴奋激动 这开的可是方舟啊 是机关兽啊 是速度比飞机还要快的存在啊 之前他刚上手的时候 直接把速度拉满 一下子就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整个人的重心都在往前 还好他老爸用气血之力拖住了他们 就那么几秒的时间 他就发现方舟搜的一下飞了出去 因为还没腾到上空 差点撞在附近一棵庞大的古树上 还好他老爸及时地让方舟刹车了 吓得他出了一层冷汗 赶紧问苏晨怎么把速度调低 他只搞得跟开漫漫游一样的速度就行 十多码的样子 苏晨笑着把方舟升空 然后设定了固定的时速 每小时15公里 让女儿继续开 苏伊诺这才开得舒坦了 速度太快的话 他还真的驾驭不住啊 苏伊诺把方舟停了下来 然后苏晨带着孩子们来到甲板上 爸爸 你要做什么 苏子涵好奇地问道 苏晨笑着说道 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 爸爸带了很多东西回来了吗 现在就是你们挑选的时候了 说着 苏晨在脑海里对系统说道 系统 把东西放到我面前那片绿地上 不过 系统 东西放下来的时候 会不会撞坏 或者摔坏 速度 放好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的损毁 好 放吧 好的 速度 苏晨把方舟的照明系统全部开启 这时候在半空中的方舟 就如同一个大大的发光体一样 照亮了下方的高尔夫球场 紧接着 苏子涵 他们就看到下方轰隆隆一阵巨响 然后无数耀眼的东西出现 金光闪闪的大石柱 释放出太油精气息的古朴大门 以及一堆红的发光的血石 还有各种流光异彩的宝器 以及书籍等等 还有好多的家具 足足把整个偌大的高尔夫球场 都给包园了三分之二 天呐 苏子涵大吃一惊 苏伊诺倒抽一口凉气 兴奋的浑身都在发抖 老爸 老爸 天呐 你是不把希尔顿家族的宝库 全部搬过来了吗 苏子涵激动不已的说道 太好了 就应该全部搬过来 一点土都不要留给他们 谁让他们多次派人来 暗杀我们的 这就是他们给我们的赔偿 对对对 苏可兴也兴奋的不行 苏臣笑着说道 这些都是大物件 不是很珍贵的东西 还有更珍贵的 他把最珍贵的那些 先装到空间戒指里了 苏又于激动的问道 还有更珍贵的 老爸 我们要看 苏宇童没有像姐妹们这么激动 他宁媒对苏臣说道 爸 我们放这么多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 不安全 会被人窥探到的 苏臣拍了拍宇童女儿的肩膀 说道 别担心 你太外公已经在咱们庄园 布置了迷雾阵法 天上 地面 地下 都没人可以闯入 卫星和飞机也窥探不了 类似于无量山脉外围 在见识了两次迷雾阵法后 他深度认为 无量山脉周围 常年笼罩的白雾 以及各国的精密飞机 都无法窥探到无量山脉里面 无量山脉 应该是有一座很厉害的迷雾阵法 当然 无量山脉里 肯定不只有迷雾阵法那么简单 因为里面的灵气 也是笼罩住了 不易散出来 而且 里面的月亮 也跟外面的不一样 女儿们听了这话 大喜 那太好了 老爸 更珍贵的东西 还是不要放在这里了 等会儿放到家里的地下室去吧 虽然放在这里 外面的人看不到 但是 我也没有安全感 担心会丢掉 还是放到家里去好 苏又宇说道 对对 地下室好像有2000平方米 虽然做了很多的房间 但是 可以把东西 先全部放到房间里去 苏晨笑着说道 行 那我们先回去 苏子涵说道 等一下 爸 现在是大冬天的 这些家具放在这里 会不会被冻坏 或者吸水后 出现裂开等等情况 姐妹们 我们还是先把家具 这些容易坏的东西 先搬到家里去吧 更珍贵的东西 反正在爸爸的空间戒指里 咱们晚点看 也是一样的 苏宇通说道 听大姐的 那些武器都是不错的 放在这里很容易潮湿 苏子涵和苏宇通的话 一说出来 其余姐妹们都表示 先把这里容易潮湿的东西 搬到家里去 他们现在一个个 都是高级宗师 搬东西对他们来说 特别的轻松 苏晨见女儿们 想先搬东西 他笑着说道 也行 不过这些家具 都是梨花木做的 很有硬度 不会轻易的变换 我们先去搬东西 可以放一些 放到方舟上 本会用方舟 送到家门口去 这样一次性 可以搬更多的东西 苏有余摸了摸下巴说道 对哦 可以用爸爸的方舟 来运输东西 这样速度就更快了 苏伊诺跃跃欲试地说道 那我也去开大卡车过来装 苏子涵和苏可星 以及苏宇通 还有苏有余他们 现在还没去考驾照 不能开车 但是四姐妹奥利 给得握了握拳头 苏子涵 过两天 我就去把驾照考了 苏可星 我也是 要不然太不方便了 二姐都能开方舟了 我还不能开车 苏宇通 后天就去考 苏有余 我也要去 大宝 驾照是什么 可以吃吗 浩浩也可以去眠 小宝 我也要去考 小宝虽然不知道 姐姐们要去考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跟上就对了 苏晨看着儿女们 一脸可可爱爱的样子 宠溺的笑了 走 接下来 苏晨带着儿女们 开始搬东西 萧玉秀也跟过来帮忙 看到地宫里所有的东西 真的全部都搬过来了 就连一把小矮凳都搬过来了 他大喜 乐德何不拢嘴 林婉雪他们在负责做烤肉 苏晨被江卫还喊过去 亲自烤烤全阳 搬东西的活 他来负责 第759章 全家激活炖地数 之前萧玉秀他们还觉得 这座占地2000平方米的大别墅太大了 因为2000平方米是建筑面积 如果按照房产证上的面积算的话 不算地下室的面积 得4000多平方米 他们家里每人一个房间 都还有很多空闲的房间 但是这会儿 开始放东西后 萧玉秀觉得 这2000平方米的大别墅 还是小了点 因为好多东西都要没地方放了 不过 有他和勤俭持家的苏子涵在 两人还是把所有不能被雨林的东西 都搬到了家里 塞满了家里 外面放着的都是一些钛油精 极品大理石柱子 餐桌地板等等硬物 搞完这些 苏晨的烤全羊全部都烤好了 因为家里人多 上次吃一头烤野猪 苏子涵他们都没吃过瘾 所以这次烤了三头烤全羊 大家都吃得满手是油 苏伊诺让苏晨他们说 这次去希尔顿家族杀坏人的事 林婉雪和穆子晴他们也都想听 想知道当时的惊险 苏晨笑着说道 有你们泰外公和 你们老爸我在 这次的事完全不算是不惊险 不过 倒是没想到 希尔顿家族还有燃灯中期的老祖 林婉雪惊呼 燃灯中期 苏晨笑着说道 嗯 虽然是燃灯中期 还戴了房精神里的面罩 但是 也不是你老公我的对手 直接被你老公我的昆蓬宝树 给击溃散了 当场斩首 老爸牛逼 爸爸太棒了 呼呼 棒棒的巴巴 苏晨很享受 跟家人一起围着篝火吃烤全羊的时候 吹牛逼 他撕了一口羊肉 嚼了嚼 吃下肚后 又继续笑着说起 后来追杀希尔顿家族 请来的八名超凡者的事 尤其是有一名会炖地数 还会炸失数 差点就瞒过去了 苏伊诺惊呼 还有这样的宝树 老爸 希尔顿家族的5G里 有这样的宝树吗 没有 不过你们老爸 我有比那个超凡者 所使用的炖地数 以及炸失数 更厉害的宝树 老爸 交给我 我也要学 要是我学会了炖地数的话 那是不是到时候 奶奶修地下室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上场 炖几次 就把洞全部都打好了 苏伊诺脑洞大开的问道 苏晨笑了 如果不是手上有油 他都想揉一揉 可爱女儿的小脑袋了 这太能想了 炖地数 确实是打洞 这个肯定可以交给你们 到时候 你们试试看 能不能帮你们奶奶挖地下室 苏子涵眼睛亮了 爸爸 要是我们都学会的话 到时候 我们一家人一起上打洞 真的都不用找工人 来挖洞了 不仅省钱了 而且也安全 现在家里到处都是宝贝 他真的很不放心外人进来 明天他得拿台摄像机 以及笔记本 记录下来每个物件 所摆放的位置 要不然 到时候少了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 肖玉秀说道 这个建议真的不错 晨晨 可以考虑进来 叮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告诉女儿们和肖玉秀 现在就可以把初级盾地数 交给大家 奖励宿主 可以把初级盾地数 传给指定人的次数17次 选择二 笑着 不回话 奖励宿主 可以把初级假死竞数 传给指定人的次数17次 听到系统的声音 苏晨才想到 初级假死竞数 他还没有激活 当即 他便问系统 系统 初级假死竞数使用后 会有什么副作用 既然是竞数 肯定是有副作用的 宿主 使用初级假死竞数 会让使用者呈现出一种假死的状态 只要是羽化仙以下级别的武者 都无法发现 这是假死 相应的 副作用 则是会让使用者 折寿二十年 折寿二十年 在武者时代开启之前 龙国男人的平均寿命 是73 64岁 龙国女人的平均寿命 是79 43岁 如今开启了武者时代后 平均寿命 应该可以再往后加个5到20岁 但是 也不过百岁左右 使用一下这门假死竞数 就要折寿二十年 不划算 除非什么时候 自己的寿命能达到上千岁 甚至上万岁那样的程度 在危急时刻 只有采用假死竞数 才能活命的时候 折寿个二十岁 倒是不算什么 但是如果跟人打架的话 现在的人都都聪明得很 不会因为对方突然倒在地上死了 就不管了 有的人还会把对方的脑袋砍掉 甚至把心脏捅一刀等等捕刀措施 所以说 初级假死竞数 相对于初级遁地数而言 还是初级遁地数 更实用一些 当即 苏晨心里便有了选择 他从储物空间里拿出十个灵桃 对萧玉秀说道 妈 来 吃一个桃子 可以让你领悟遁地数 萧玉秀是知道自家儿子的厉害的 之前让他们吃了一个枣 就领悟了九重雷刀等武器 当即 萧玉秀立马笑呵呵地拿过灵桃 洗也不洗了 直接开吃 苏子涵他们看到苏晨的碟子里 还有九个灵桃 纷纷跑过去 抱着苏晨的胳膊撒娇 爸爸 我也想吃灵桃 老爸 我也想吃 我也想 大宝小宝两个小宝宝 萌萌呆呆的 还看不懂什么味道 现在 他们俩也吃不了桃子这样的东西 只能睁着萌萌的大眼睛看着 江卫海心里咯噔一声 吃个灵桃 能领悟遁地数 遁地数 不是说想学就能学会的 他之前也去学过 但是需要掌握土元素法则 太麻烦了 他就没学了 还不如把这时间放到他擅长的领域上去 他想 应该是苏晨忽悠大家的吧 毕竟这会儿正在吃饭喝酒聊天 凑气氛 吹个牛什么的 很应景 江卫海和江湘珍两人都是这么想的 不过早就见识过苏晨厉害的林开武他们 可是跑得比谁都快 尤其是穆圣明 上次苏晨发果子的时候 他没吃到 既没有秒速修炼张道林的武艳粹体经书 也没有秒速修炼九重雷刀 这次的遁地数 可不能少他了 因为他看到了 苏晨手里 一共只拿出来十个灵桃 他们现场 除了苏晨 一共还有十七个人 十个灵桃 可是仙道先得顿地数功法呀 第七百六十章 江卫海震惊 吃个桃子 就能秒学技能 秒速修炼 多快啊 几分钟就修炼好了 要是自己修炼 他到现在修炼都大半个月了 还没有摸到五页粹体经书的门槛 可见苏晨手里的灵桃 有多金贵了 必须要抢到手 比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感知到外公们跑来的时候 苏伊诺在苏晨点头的一瞬间 立马手一伸 就抢了一个灵桃到手 然后秒速地塞进嘴巴里 先咬一口大的 然后哈哈笑着退到一边 他吃过的灵桃 看谁还敢来抢步 苏子涵和苏与彤的反应也很快 苏六鱼和苏可兴愣了下 反应慢了点 最后 苏伊诺 苏子涵和苏与彤都拿了到了灵桃 穆圣明 林开武 陆碧云 林婉雪 穆子晴也都一人一手一个灵桃 穆圣明拿到灵桃后 都没空去笑 直接往嘴里塞 胡伦吞枣 连桃子盒都被他直接用牙齿咬碎 吃下去了 如果是以往 用牙齿咬桃盒 那牙齿真的的鸽崩催坏掉 现在 他已经是高级宗师 武装到牙齿了 牙扣也比普通人好得多 所以 咬碎核桃吃掉 还是没问题的 刚吃完 他忽然就感觉到 有大量的信息 涌入他的脑海里 顿时他立马盘腿打坐 接收这些信息 苏伊诺他们 吃了灵桃的 也纷纷盘腿打坐 吸收顿地数的资料 空空如也的盘子 泪奔了 他明明要动手去拿的 可是 怎么才眨眼的功夫 就没了 一个灵桃都没了 苏可星跟苏又于一样的表情 可怜巴巴的望向苏晨 顿地数 就这样 跟他们擦肩而过了 殷殷殷 苏晨笑着摘下 吃烤羊肉的手套 然后拍了拍 他们姐妹俩的肩膀说道 别 爸爸这里还有灵桃 说着 苏晨又拿出了三个灵桃 以及两块小糕点 灵桃是给苏可星 和苏又于 以及苏晨吃的 小糕点 是给大宝小宝 两只小宝宝吃的 因为两只小宝宝 现在还吃不了 灵桃这样太硬的东西 拿到灵桃的苏可星 和苏又于两人 心满意足了 大喜地开吃 盘腿吸收 苏晨把另外一颗 灵桃递给苏晨 爸 你吃一个不 苏晨看向江湘真和江卫海 问道 外公 姨妈 你们俩吃吗 有长辈在 苏晨很沉稳 没有像林开武他们那样猴急 江湘真和江卫海愣了下 看到萧玉秀他们吃了灵桃后 都在盘腿修炼 难道 真的吃了灵桃 可以领悟炖地数 江卫海说道 只有一个桃子了 苏晨 你吃了 江湘真说道 嗯 苏晨 你吃了 不用管我们 两人还是不太相信吃的灵桃 就能领悟炖地数的 那还要修炼做什么 苏晨见两位长辈都发了话 他点点头 然后接过苏晨递过来的桃子 开吃 大宝小宝 看到爷爷奶奶妈妈姐姐们 都在吃灵桃 两个小家伙也开始流口水了 眼巴巴的望向苏晨 苏晨笑着点了点他们的小脑袋 来 你们吃糕点 一压 小宝看到糕点 立马眼睛就亮了 注意力也被转移走了 伸出肉乎乎的小手抓起糕点 就往嘴里塞 双眼享受的眯成了好看的月牙 呀 忽然 小宝发出了惊喜的声音 大宝也已经把糕点塞进了嘴巴里 随后 他小脸一洗 呼呼顿地 顿地 江湘真和江卫海妇女俩对视一眼都很猛圈 苏晨望向两人 说道 太外公 姨奶奶 你们要学这个遁地术吗 因为他对江湘真和江卫海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他们俩是不是已经学过遁地术了 所以刚开始他也没问 这会儿家人们都在吸收系统传送给他们的 关于遁地术的修炼功法 他有空问江卫海和江湘真了 江湘真率先疑惑地提问 吃灵桃就能学遁地术 之前他以为只是苏晨吹牛说的 但是 苏晨他们都很当真啊 外加苏晨身上确实神秘团团 所以江湘真问了出来 苏晨笑着点头 太外公和姨奶奶都是自家人 所以苏晨也没有刻意地瞒着 那我试一下 感觉很神奇的样子 从来没体验过 江湘真说道 江卫海也有点受不住 看到萧玉秀他们 就连大宝小宝两个小宝宝都在一脸正经地感悟 他感觉苏晨说的话 有极大的概率是真的 不是吹牛 晨晨 太外公也吃一个试试 从来没体验过 吃一个水果 就能感悟一种技能的 而且还是比较难学的遁地术 苏晨拿出两颗灵桃 递给江湘真和江卫海 两人吃了一口灵桃后 还没什么感觉 吃完后 忽然两人的脸色大变 因为他们真的感觉到 脑海开始输入遁地术的资料 以及修炼方法了 闻所未闻啊 他们俩赶紧宁神感悟 十分钟后 萧玉秀率先睁开双眼 大喜地望向苏晨说道 晨晨 成了 你老妈我真的学会遁地术了 这顿的树庙 老妈我现在就想去试一试 苏晨笑着说道 妈 那你找个地方好好的练练 别在咱们这里练手 咱们这下面就是咱们的地下室 好嘞 我去我规划好的 要挖个地下宫殿的地方去试试 说完 萧玉秀的身影 快速地朝着那边掠过 紧接着 淋完雪 苏伊诺他们 也都先后睁开了双眼 全部都领悟到了 苏伊诺激动地抱着苏晨的脖子 就亲了一口 说道 老爸 你太牛掰了 有这顿地术在手 我感觉我都能挖遍全球了 咱们到时候 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地心旅游 挖到地心去 苏伊同开口说道 爸爸 我记得深渊就在咱们的地下 我们可以用顿地术 顿到深渊去吗 苏伊同的话一出 苏伊诺他们都刷刷地望向苏晨 苏晨笑着说道 一个个问题来 首先伊诺说的 挖到地心去 这个不行 越往下 阻力越大 离心力越大 没办法挖到地心 另外 挖遍全球 你们也要考虑好 到时候地面出现他慌了怎么办 所以你们用顿地术的时候 也要考虑各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 不要随意在城里施展这门武技 知道吗 与同提的顿到深渊去 这个想法很好 不过暂时 这个顿地术 还不可以顿到深渊去 但是 以后 皆有可能 第761章 授勋仪式 因为高级顿地术 就可以越过人族和深渊之间的介余之力 到深渊去 女儿们纷纷说道 嗯 听爸爸的话 咦 爸爸 奶奶呢 苏子涵大胆地猜测道 奶奶该不会是去打洞了吧 苏伊诺兴奋地说道 那我们也去玩玩 刚学会顿地术 我现在 感觉自己要逆天了 飞天顿地 再也不是神话传说 我苏大宗是真的可以了 不 以后要喊我喊苏迷雾 我要成就超凡 苏晨看着女儿们逗乐的样子 说道 你们去吧 你们奶奶确实是去体验顿地术了 哦耶 老爸 那我们走了 一个个都跑了 就连穆盛明和林开武他们 也忍不住想要去体验一下 这顿地术的神奇 因为之前都没感受过顿地 也都跟着去打洞了 大宝小宝 爷爷兴奋的屁颠颠的 跟着外公姐姐们去玩 林丸雪和穆子清没走 顿地术迟早可以体验 烤羊肉 可是吃一块少一块 趁着他们都去玩的时候 他们俩多吃点 老公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林丸雪撕下一块羊肉 喂给苏晨吃 苏晨吃了一口老婆 亲手投喂的羊肉 笑着说道 那必须的不 你们老公 我还有更厉害的呢 说着 苏晨跟两人说了 在希尔顿家族祖地 找到了进仙木钥匙的事 两人眼睛一亮 赶紧压低声音说道 老公 这种事以后你不要再说了 也不要跟女儿们说 我担心他们一下子嘴巴不紧 把事情说了出去 到时候 有人来抢夺钥匙 那可就不好了 穆子清也用力地点头 表示认同 当初殷节令的时候 就引起过夺宝轰动 还都是大家族 才能真正地握有殷节令 然后其他人 如果有一块殷节令的话 买走苏叶拍卖的那块殷节令 也是以匿名的方式拍卖走的 谁都不知道 这块殷节令竟然在林家手里 好 苏晨听两位老婆大人的话 林婉雪说道 这次去太外公家 走超凡之路 我好希望我能破入超凡 这样就可以帮着老公了 穆子清说道 婉雪姐 你肯定可以的 相信自己 穆子清也很想破入超凡 不过他现在还是高级宗师 需要等到巅峰宗师后 再去走秘路 成为超凡的机会大 因为第一次走秘路 如果没成为超凡的话 第二次再走 机会就更小了 所以 一定要等自己 有足够的把握的时候 再去走秘路 刚好这会儿 姜卫海和姜湘珍 都睁开了眼睛 两人诧异无比的望向苏晨 这 这竟然真的学会了遁地术 姜卫海惊呼道 晨晨 你那林桃的效果 也太强悍了 真的是闻所未闻啊 姜湘珍感叹道 即使他们身在修真界 并且还是三大顶级家族之一的 姜家嫡系人 但是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样学宝术的方法 真的是第一次见 苏晨笑着说道 嗯 恰好摘到了这样的林桃 还好个数刚好够 他们人呢 姜卫海环顾一圈 发现肖玉秀和苏子涵 他们都不见了 刚学会了遁地术 去体验了 苏晨说道 姜卫海还想忍着 姜湘珍直接说道 我也去试试 这遁地术我之前一直想学 但是 太麻烦了 还需要去专门学习土元素等知识 没想到这次 吃了晨晨给的一个林桃 直接学会了遁地术 爽啊 爸 你去不去玩 我 姜卫海还想忍着 毕竟他是这里最年长的 怎么能去玩遁地术呢 等晚上 大家都睡着后 他再去玩的痛快 苏晨摘下手套 说道 那我们一起过去吧 正好他也过去看看 老爸老妈 以及女儿们 把地洞打成什么样子了 姜卫海听苏晨这么一说 当即说道 好啊 那一块过去 说完后 姜卫海的眼神里 隐隐的有 跃跃欲试的光芒闪现 虽然他上百岁了 但是 顿地术 他也很想玩 心里也住着一个 爱玩土 钻地的小少年 这一晚上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玩到了凌晨三点 女儿们还玩得很开心 再这么继续玩下去 真的一天就能把地宫的洞 全部给打好了 苏晨赶着女儿们 和两个兴奋的大宝小宝去睡觉 也喊大人们去睡觉 大家这才回到自己房间里 洗漱睡觉 因为上午十点 还有苏晨和林婉雪 以及巴真基的授贤仪式 早上八点 大英国的资讯版面 被图版了 内容是 希尔顿家族 昨晚连夜被人一锅端了 至于端掉希尔顿家族的人 到底是谁 网上议论纷纷 真正知情的人 根本不敢说 苏晨这两个字 因为那些家族的老祖 都下了死命令 谁也不准掺和进这件事 毕竟苏晨有能一晚上 飞渡到大英国 灭掉希尔顿家族的本事 那灭掉他们 估计也是分分钟的事 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 去处政当红的苏晨的眉头 龙国今早各大媒体平台的 资讯版面也被图版了 不过跟大英国的完全不一样 龙国这边是一片在歌在舞 各种歌颂苏晨 因为今天是苏晨和林婉雪 以及巴真基的授勋仪式大会 一大清早 苏晨变起来了 他有秒睡技能 所以即使昨晚是凌晨三点多睡觉的 到早上八点 整个人已经精神满满的了 林婉雪也睡好了 女儿们和大宝小宝两个小家伙 还在睡觉 昨晚他们太兴奋了 虽然三点多上的床 但是也折腾到五六点才睡着 这会儿正在梦乡里熟睡 吃早饭的时候 林婉雪到房间里喊他们 原本是不准备喊的 让他们睡个饱 但是想到这是苏晨很难得的一次荣誉大事 如果不喊醒孩子们去当场观看的话 估计孩子们到时候醒来后会发飙 当苏子涵被喊醒后 得知已经早上八点了 立马跳起来说自己很快搞定出来 苏伊诺他们也都是一样的 都顶着一个大大的黑眼圈 先后出了房间 第762章给孩子们选老师 大包小包两个小宝宝揉着眼睛 一压的嘴里标着英语 他们大脑清醒的时候 可以吃力的说出一些话 但是意识还没归拢的时候 说的就是他们的英语了 俨然两个小家伙还想睡觉 穆子晴把他们放在婴儿车里 让他们躺着继续睡觉 趴在桌上吃饭的苏又鱼 羡慕地望向两个弟弟妹妹 苏子涵用筷子墨端戳了他一下 怎么 你也想躺到婴儿车上去当宝宝 苏又鱼小鸡啄米地点点小脑袋 整个人完全提不起力气 昨晚打洞打得太兴奋了 体力都消耗光了 又没睡好 整个人软绵绵的 不过这样子 别样的可爱 没办法 长得漂亮的女生 就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 不管是高兴 还是生气 还是高冷 还是懒懒的样子 都特别的可爱 萌萌哒 林丸雪对苏又鱼说道 又鱼 来 来妈妈怀里躺着 妈 你最好了 苏又鱼朝着林丸雪倒去 直接被林丸雪奖励了一个后脑勺瓜 你还是小宝宝呢 苏又鱼 你给我打起精神 坐直了 坐没坐相 站没站相 像什么 果然 还是需要人教育的 被教育了的苏又鱼 立马一精神 乖乖地坐好 也不趴在桌子上吃饭了 端着饭碗 低头吃饭 哥哥 不知何时 小宝醒来了 正在哥哥的笑 餐厅里的气氛 一下子又好起来了 苏又鱼小耳朵红红的 感觉被妹妹笑到了 吃完早饭 一家人开车出发前往官方指定的地方 到了地方 九点半 延老早早地就到了 一看到苏晨一家 笑着过来 跟苏晨一家打招呼 没跟苏晨提西尔顿家族的事 因为这是 大家心知肚明就行 没必要摆到明面上来说 延老跟苏晨说 已经沟通好了 有两位龙江 很愿意给苏晨的子女们当老师 可以选一个时间见一下面 苏晨谢过延老 把见面时间放在明天上午十点 地点由延老来定 延老说没问题 然后 然后苏晨把昨晚跟苏晨说过的 大英国从事的那些生物人造宗师的事 跟延老秘密的说了一遍 延老大惊 我们的人探查过很多遍 但是他们的研究机构太缜密了 一直都没有打探到实际性的东西 你这次真的是给我们送来好情报了 一这么看 他们那样大批量的制造宗师 也只是饮鸩止渴 毕竟厉害的 还是要看超凡者 一个超凡者 抵得上上百号的宗师 苏晨点头说道 嗯 是这样的 这个事 我跟我爸说了一下 让他跟映老沟通一番 引导好我们龙国的舞者发展方向 别走大英国那边的歪路 可以 这个我们必须得重视 要不然有一些屁股歪的人 会蛊惑一些 想要急功近利的舞者 走那条人造宗师的路 这会毁坏咱们的龙国的舞者根基 尤其是青少年这些舞者 我们得重点灌输思想 教育方面很重要 到时候 我在喊映老 还有你爸一起协商一下 召开一个会议 写一些宣传手册出来 延老说道 苏晨点头 上午十点 苏晨 林婉雪 巴真基的授勋仪式正式启动 苏晨被授予了龙帅的头衔 龙国历史以来 第一人 林婉雪被授予龙将的头衔 龙国第一女龙将 巴真基被授予凤凰将军头衔 拍照留念 全国都在欢呼 虽然有人通过外网 看到了大英国西尔顿家族那边的新闻 但是 他们都不想提 可不想让西尔顿家族那点事 来霸占了他们苏神的版面 西尔顿家族对他们苏神而言 早就称不上是对手了 被灭族也都是活该 自作孽不可活 想当初西尔顿家族的人 败坏苏晨的名声 引起名分 以及西尔顿家族 从经济方面围攻林家等等种种 那个时候 大家愤怒的同时 也深深地感觉到 像西尔顿家族 这样的大财阀 太难打倒了 但是 如今 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再来看 在他们苏神面前 西尔顿家族 真的什么都不是了 哈哈 因为他们 苏神是超凡者了 而且 还被选中前去参加通天岛会议 听说这是一个 会改变人类进城的大会 他们家苏神 早就是西尔顿家族 高攀不起的存在了 真期待未来 这一场授勋仪式 进行得十分顺利 第二天 严老带来两名老者 正是龙国仅有的三龙江之二 迷雾中期的超凡者斯建阳 以及迷雾后期的超凡者齐勇 两人的年纪 已经到了130岁 齐勇长斯建阳两岁 135岁 斯建阳用的是剑 齐勇用的是刀 两人在龙国的历史上 屡见齐宫 是百姓们歌功颂德的对象 很有声望 也曾经是苏晨 经常跟陈鹏他们 喝酒聊天的对象 就像普通老百姓 喜欢谈论国家大事 以及哪位领导之类的 当时的他和陈鹏他们 也喜欢讨论这些东西 如今 没想到 这才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他已经走到了 如今齐勇和斯建阳看到他后 都要尊称他一生苏龙帅的位置 真的很唏嘘不已 苏晨对待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者 没有摆架子 很亲和的跟两位老者聊天 聊了一会儿 他让林婉雪去把孩子们喊过来 让大家选一下两位老师 今天齐勇和斯建阳 都把宝器带来了 因为能够给苏晨的孩子们当老师 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 不仅是苏晨龙帅的这个身份 以及苏晨为龙国做出的贡献 还有苏晨的孩子们 一个个都是天才 苏晨能让他们给孩子们当老师 那完全是对他们俩的信任 和高度重视 苏子涵他们过来后 大宝小宝两个小不点 跟在姐姐们的身后 东旺旺西旺旺 这会儿的 他们还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意思 就是姐姐们怎么做 他们俩就怎么做 苏晨给孩子们介绍了 齐勇和斯建阳两位老师后 然后给齐勇和斯建阳 介绍他的七个孩子 介绍孩子们的等级 用的宝器 以及擅长什么 小妹的话 炯炯 今天老妈买了三只大鸭做储备 处理了一整天 明天三更继续 第763章 选老师 女儿们有自己的想法 齐勇看着大宝小宝两个小宝宝 笑着跟苏晨说道 苏龙帅 你们家真的是龙凤齐全 这两个小家伙 还没满一岁吧 已经是高级宗师了 前途不可限量啊 苏晨笑着 招来大宝小宝 告诉他们俩 老师的含义 然后告诉他们 这是两位老师 到时候 他们想跟哪位老师学练舞 都可以 接下来 齐勇和斯建阳到院子里 先后展示自己的擅长的领域 这样可以让孩子们 更直观地选择跟哪位老师学习 这一天 苏子涵他们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跟苏晨一样 从小都是听着齐勇 和斯建阳两位老者的 英勇世纪长大的 所以能够 认齐勇和斯建阳为老师 他们感觉到特别的荣耀 最后 用剑的苏子涵 选了斯建阳当老师 用刀的苏宇 同选了齐勇当老师 苏伊诺和苏可星 还有苏又渝都没有选 大宝小宝也没有选 因为两个小宝宝完全还不懂 虽然懵懵懂懂 知道老师的含义 但是还是很猛圈 苏晨找三个 没有选的女儿们聊天 得知他们想找 用各自武器的老师 苏晨觉得 他们的想法确实没错 就跟专业 也要对口的一样 用剑的老师 和用方天画戟的老师 注重的点 肯定不一样 江卫海说道 这个简单 我从家族调三个 用方天画戟 弓箭 以及权杖的老师过来 大宝小宝的话 我觉得他们俩还太小了 现在两人估计还不知道 自己擅长用什么宝器 所以我的建议是 从江家找一位 有带宝宝经验的老师过来 一来是教他们一些基础知识 二来是跟他们 可以好好地沟通 晨晨 你觉得如何 找的这些老师 晨晨你放心 肯定是自己人 虽然说江家家大业大 但是 他江卫海 也是自成一脉 有自己人的 苏晨望向苏伊诺 他们三姐妹 问他们的想法 苏伊诺说道 老爸 外公的这个建议可行 树叶有专攻 虽然我也很想 拜世其老和私老 但是我们用的 宝器不一样 学的武技以及功法 肯定会有差别 苏可欣和苏又渝 也纷纷点头 苏晨点点头 行 太外公 那就按照你的意思办 好 我刚好有几个 可以作为老师的人选 我去打电话 让他们准备一番 过几天过来 江卫海起身说道 苏晨点点头 等江卫海这边 打完电话后 苏晨又跟江卫海 聊了一番 比如教学问题 五个孩子 肯定要在一个地方学习 好统筹安排 以及需要在 帝都五者大学上学 这样 他们也有同龄的孩子 一起交流切磋等等 毕竟人还是需要社交的 而且 五者大学会偶尔组织活动等等 孩子们也是需要历练的 江卫海表示没问题 在学校教学更好 因为还需要很多设备间 比如重力士等等 因为龙国是选出来的 国家赛的冠军国 五大超级家族 会给龙国不断地输送 培养人才的资源 包括教育资源 江卫海说 其实在五者大学这边学习 对孩子们的好处会更大 因为您做鸡头 莫做凤尾 五大家族对栽培龙国很重视 因为这是千年大计划 是为以后能源源不断地 给介于战场输送战士奠定的基石 人世间的生育方面没有受到限制 虽然栽培困难 但是 基数庞大 重点栽培 肯定是可以栽培出一批批优秀的超凡者 越往后 越不会比五大家族新培育出来的超凡者少 苏晨点头 他原本也不想把孩子们送到江家去学习 因为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而且 江家家大业大 有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事 都是江卫海说了算 他又和林丸雪在外面 会担心孩子们在江家受到欺负 但是在帝都五者大学学习 那就不一样了 这是自家的地盘 外加孩子们又是最优秀的那一批 绝对会得到重点的栽培 安全问题 官方也会考虑 所以 不用担心孩子们被欺负 或者遭到不公的事 在教育孩子这一块 他很重视 有时候确实很难选择 就跟以前 把孩子们送到最好的中学去 但是孩子们的学习成绩 却是班里的倒数第一 不仅会打击到孩子们的自信心 而且 还有可能让孩子们产生自卑等心理 久而久之 就会出问题 但是 放在中等的班里 是全班第一 自信心这点 肯定不在话下 外加 他有系统加持 孩子们的未来 是绝对没问题的 他现在需要培养的 是孩子们的自信心 以及实践能力 早日为未来人族 正面跟深渊族交战 做好准备 跟江卫海谈完后 苏晨去跟阎老谈 谈了孩子们的数业 有专攻的事 以及他会派专业的老师过来 教苏伊诺 苏可星 以及苏又渝 还有大宝小宝 阎老听了后 表示 这样最好了 因为龙国的超凡者有限 能担任苏晨的子女们的老师的 也仅有两位龙将 所以 听到苏晨会派专业的老师 过来教苏伊诺他们 阎老大喜 说建议 让老师 住在帝都五者大学 这样可以让孩子们 统一学习一些课程 或者用学校里的设备 进行训练等等 嗯 阎老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 还得麻烦阎老 帮着四位老师 准备单独休息的地方 不麻烦 这个事很好办 交给我 放心 我会办妥的 绝对会让四位老师 住得独立 满意 阎老笑着说道 全部商量妥当 苏晨带着苏子涵和苏宇同拜 别两位老师 然后带着孩子们回庄园 庄园距离 帝都五者大学很近 开车半个小时的车程 孩子们上学挺方便 到了家里 将魏海跟肖玉秀商量 去肖玉秀少师的老家看看 如果说十万大山那里 是陪伴了肖玉秀的童年 以及青春期 那么 少师便是苏晨的成长之地 也是肖玉秀生活的时间 最久的地方 将魏海想去看看 肖玉秀说 没问题 随时都可以回去 苏子涵他们很兴奋 表示超级想去爸爸的老家看看 不知道老家 有没有爸爸小时候的照片 他们要看看 七姐弟里 看谁小时候最像苏晨 第764章 回苏晨老家 碰到熟人 有非洲在 回苏晨老家 完全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过因为白天方舟太惹眼了 所以苏晨他们选择的是晚上出发 方舟不用报备航线 因为飞的空间高度 跟飞机们不在一条线上 而且 速度贼快 超凡者们最爱用的代步工具 到了苏晨老家 是半夜了 开房门的时候 住在队屋的老邻居听到声响 打开了房门 然后看到回来的是苏晨他们一家人后 欣喜地打招呼 肖玉秀去跟邻居们唠嗑 苏晨带着孩子们进了屋子 苏晨不仅是龙国的名人 也是邵氏的名人 邵氏人都以自己跟苏晨 是同一个家乡的人 感觉到十分光荣 刚才对门的邻居 以为是有贼半夜 来撬苏晨家的房门 所以立马就起来看情况 没想到 竟然看到苏晨一家回来了 大喜 邻居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热情地招待肖玉秀他们 跟肖玉秀聊天 夸他们家太会隐藏了 他们之前都不知道 他们一家都是舞者 而且还都是这么有才华的等等 真的太震惊 意外了 问肖玉秀家里住的地方够不 来了这么多家人 不够的话 他们家可以住一住 肖玉秀家里 是一个正宗的三房一位的房间 虽然肖玉秀之前得知有五个孙女后 提前把客房里的床 换成了两个高低床 但是今晚人多 还是不够住 原本肖玉秀准备到了家后 在订酒店的房间 这会儿邻居周阿姨这么一说 他也就不跟周阿姨客气了 笑着说道 行 能不去酒店就不去 一是距离家里有点远 二是不方便 他们只是回来看看 希望一切都低调 不想引起轰动 周阿姨见肖玉秀同意了 立马笑着带肖玉秀去看房间 然后给肖玉秀看他家的沙发 也是可以展开成一张床的 周阿姨家的女儿在外面工作 家里只有他和他老伴在家 家里的格局跟肖玉秀家一样 都是三房 所以有两个房间是空着的 可以住 肖玉秀家的沙发 当初跟周阿姨买的是同一款 因为肖玉秀也觉得 沙发既可以当沙发用 人多的时候 还可以展开当床用很方便 今晚 大家可以住下了 肖玉秀说回家 去拿四件套过来 周阿姨笑呵呵的说好 正好他把房间打扫一下 热热闹闹的忙活了起来 肖玉秀拿四件套的时候 喊大家一起来安排住房的事 最后统一意见 苏叶和江卫海 可以住家里的主卧 苏子涵 苏可欣 苏玉童 以及苏又鱼住在家里 有两个高低床的客卧 林婉雪和穆子晴 住家里的一个客卧 客卧的床是一米八的 可以住两个人 姨妈江湘珍住 周阿姨家的客房 她和苏伊诺孙女 住家里的沙发 家里的沙发展开有一米八 苏晨带着大宝小宝 到时候住周阿姨家的客房 一切安排妥当 过来之前 大家在家里洗漱了 所以可以直接入睡 第二天一早 在周阿姨家 吃了个热热闹闹的火锅 然后大家戴着口罩和帽子出门 苏晨带孩子们 去吃她以前最爱吃的 学校门口的米粉 虽然现在自己的厨艺很高超了 但是 吃到这口熟悉的米粉的时候 苏晨还是很回味 回味当年的中学生涯 大冬天的 大家都穿得厚厚的 又戴了帽子 即使有几个人 看到苏晨有点眼熟 像电视里的苏晨 不过他们转念一想 苏晨怎么可能在他们 这个小地方的小米粉店里 吃东西 所以就没过多的关注了 这让苏晨他们方便了很多 爸爸 这米粉的味道真不错啊 虽然没有爸爸做的好吃 但是比我们在学校门口 吃的米粉要好吃 这个辣椒配料真是绝了 不知道是用什么配出来的 苏子涵搜了一口米粉说道 苏晨说道 这辣椒是先煎熟 再用加上油和调料捣碎 做成的 说得很简单 但是 真要做到这个程度 还是需要各种把控的 比如煎辣椒的火候 以及捣碎的程度等等 吃完米粉 苏晨带他们去逛自己的学校 学校门口的门卫一眼 认出了苏晨 大惊 苏晨两个字脱口而出 因为进学校的话 还是需要通过门卫才能进去 所以 苏晨进了门口的传达室后 把口罩摘下来了 苏晨笑着说道 别宣传 我带我的孩子们来逛逛学校 不想引起轰动 门卫激动地说道 懂懂 保证做到保密 连校长我也不说 好 谢谢 苏晨点点头 门卫赶紧把门打开 让苏晨带着苏子涵他们进去 等苏晨他们走远后 门卫还是一脸傻笑 有点没回过神来 刚才苏晨跟我说谢谢了 好荣幸啊 这边 苏晨带老婆女儿们 肖玉秀和苏晨带着江卫海和江湘珍 去看他们的工作单位 碰到了老同事尹岳飞 老苏 虽然说苏晨他们戴了帽子和口罩 但是熟悉的人 还是能只看到眼睛 也能一眼认出来 苏晨看向肖玉秀 两人都从眼神里看到 这是瞒不住了 苏晨笑着走过去 跟尹岳飞打招呼 老义 还真是你 苏晨 我去 尹岳飞兴奋地直接在原地打转 你回来了 怎么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啊 这样我们好给你和肖老师接风洗尘啊 你现在可是不得了啊 是教育部的副部长 而且儿子苏晨更是牛逼轰轰 我现在能成为舞者 可都是沾了你儿子的光啊 这顿饭我必须得请你们吃啊 苏晨笑着说道 吃饭没问题 不过我回来的是 不要太成章了 叫上老吕他们 我们今晚一起吃个饭 尹岳飞激动地说道 行行 没问题 我懂 低调低调 你们现在是大忙人 这次回来 想必是看看家里 不会在家里待多久 你家儿子回来了没 回来了 还有儿媳妇孙子孙女们都回来了 苏晨笑呵呵地说道 第765章 看苏晨小时候的相册 尹岳飞笑着说道 那可以请你儿子 他们全家过来一起吃饭不 我真的想当面给他敬酒 好好地感谢他 苏晨拍了拍尹岳飞的肩膀 笑着说道 没问题 不过记住 不要喊太多的人 就咱们几个熟人就行 东东 低调低调 要不就不去店里吃了 去我们家吃怎么样 尹岳飞提议道 因为去饭店里吃的话 有时候想低调 也低调不起来 这个 我们家人多 有14口人 去你们家吃 你家饭老师忙得过来吗 苏晨笑着问道 尹岳飞拍着胸口 一脸保证地说道 那必须忙得过来 实在忙不过来没事 我让我家老饭 喊上老吕和老何 以及老安他们的老婆 那肯定够了 当初你家晨晨可爱吃 老吕家媳妇做的饭菜了 这次正好让他 把你家晨晨爱吃的都炒上 成 苏晨笑着答应下来 去饭店吃 其实没有在家吃那么有氛围 而且尹岳飞家 因为父母有钱 所以在邵氏这边 买了一套别墅 上次他和肖玉秀 准备去看别墅的时候 找的也是尹岳飞 帮忙介绍参考的 不过当时只是看了 还没下定金买 因为原本是准备 等孙女们放了寒假 然后苏晨带着孙女们 回来看看房子 再定下来买的 没想到 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 到现在才回来 以后也不在这边常住了 别墅就没必要再去买了 偶尔回来一趟的话 住家里 或者酒店 或者朋友家都行 因为房子买在那里 不经常住的话 也会滋生各种细菌等等 以及各种电气老化等情况 就跟车一样 如果一年半载的不开的话 电瓶 机油轮胎等等 都会出现问题 那你们继续看 我先回家招呼我家老饭 赶紧去买菜 尹岳飞兴奋的说道 行 苏晏笑着点点头 尹岳飞走后 苏晏跟江卫海和江湘真 介绍尹岳飞 还有他和肖玉秀 在这里的一些老同事的名字 以及教学的内容等等 肖玉秀则是给苏晨打去电话 告诉他 今晚去尹叔叔家里吃饭 以及说了 今天会到场的 一些他和苏叶的熟人 苏晨说 没问题 挂了电话后 苏晨带老婆孩子们逛校园 逛得差不多了 回家 因为昨晚回来的太晚了 今早大家想着 去看苏晨的学校 所以 还没有去翻看苏晨的相册 苏晨自己也不提 毕竟是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不想给老婆女儿们看啊 里面有自己 穿开当裤的照片 这也太影响 他这个爸爸的形象了 不过回到家里后 苏晨晨记起了相册的事 喊苏晨带他们去看相册 苏晨只好把高中毕业 那会拍的照片搬出来 那个年代 他还挺喜欢拍照片的 也流行写同学录 照片就夹在同学录里 直接把同学录找出来 给女儿们翻看就行 苏晨晨拿到同学录后 苏伊诺他们 纷纷跑了过去观看 林婉雪和穆子青没过去 因为两人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是同学录 肯定没有苏晨小时候的照片 于是乎 两人一左一右 坐在苏晨身边 抱着苏晨的胳膊 笑容艳艳 老公 妈什么时候回来 穆子青 是啊 要不我给妈打个电话问一下 因为苏晨小时候的相册 苏晨自己 估计都不知道在哪里 这相册 肖玉秀肯定知道 所以 找肖玉秀 哪肯定没问题 苏晨一听两女的话 就知道他们心里打的算盘 双手揽住他们的肩膀 笑着说道 老婆 你们俩就这么好奇啊 今晚爸妈他们 应该是直接去尹叔叔家里 暂时不会回来 你们想看我小时候的照片也可以 先把你们俩的丢看看 淋完雪身上 肯定没带照片 穆子青也一样 这是苏晨想的 只是 苏晨的话刚落音 两女就像是早就商量好的一样 立马掏出手机 递到苏晨面前 嘿嘿的说道 老公 这是我的童年时候的照片 你看 苏晨哥哥 这是我童年时候的照片 随便你看 反正我三个月大的时候 还是你抱的呢 我听我外婆说 我还尿到你身上 郭穆子青说 最后的话时候 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反而笑得很甜 苏晨抬手扶额 女人太聪明了 看来是挡不住了 穆子青小时候 她确实是抱过的 有没有被尿过 她倒是记不清楚了 因为过去很久了 林丸雪小时候的照片 她倒是很想看看 拿过林丸雪的手机 点进相册 看到小时候的林丸雪 苏晨笑了 她终于知道 为什么老婆孩子们 都想看她小时候的照片了 因为太有感觉了 丸雪 你小时候真可爱 我感觉跟子涵很像 苏晨说道 然后继续翻看 笑着说道 你这张好逗 太难想象了 你那个时候 怎么那么可爱 我现在不可爱吗 林丸雪反问道 可爱 现在林丸雪的可爱 跟小时候的可爱 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的可爱 带着成熟女人的性感 那个时候的可爱 就是真正的可可爱爱 看完林丸雪的照片 苏晨又回忆地 看了一遍穆子青的照片 发现 这跟记忆里的穆子青 有点区别 看来是过去二十多年了 记忆有些退化了 照片果然是个好东西 小时候的穆子青 皮肤有点黑 有点微胖 不过也是一个 很可爱的小丫头 子青真的是女大十八变 林丸雪感叹地说道 子青 难怪我以前说 找你看你小时候的时候 你不给 原来 这变化真的很大 女孩子都爱美 不想把自己的丑照 拿出来给别人看 这次穆子青是真的拼了 其实 她也有苏晨小时候的一些照片 但是没有很多 所以还是想看苏晨这边的相册 肯定可以看到更多的苏晨小时候的照片 苏晨看完两人的相册后 起身说道 丸雪 子青 你们俩等着 我去房间拿相册 听到声音的苏子涵望过来 爸爸 还有相册 是不是你小时候的相册 苏伊诺说道 是啊 爸爸 这是你的高中同学路呀 没有看到你小时候的照片 我们想看 到底谁跟小时候的你最像 第七百六十六章 看女儿们 小时候吃小之忧之忧的视频 好 苏晨笑着点头 之前她觉得很尴尬 破坏自己的形象 但是看了临婉雪和穆子青 小时候的照片后 她发现 其实不会觉得破坏形象 反而觉得很可爱 很逗了 很快 苏晨从房间里 找出了小时候的她的相册本 拿到客厅里的时候 女儿们都兴奋了 纷纷跑过来 围在苏晨身边 大包小宝两个小宝宝 也蹦蹦跳跳的跟着 苏晨坐到一把椅子上 这样大家都可以 从她身边左右看到相册 苏晨打开相册 这本相册 一直放在她爸妈的房间里 压箱底了 她也好久没看过了 正好跟老婆孩子们一起看 好在那个年代 不流行穿纸尿裤 所以没有纸尿裤的她 虽然穿着开裆裤 但是还是很帅的 看着这张一岁的照片 苏晨竟然觉得很眼熟 望向大包 发现小家伙 竟然跟一岁时候的她 一模一样 难怪当初她拍了 大包的照片给老妈的时候 老妈说 跟她小时候一模一样 这真的是一模一样 林婉雪和苏子涵 他们都欢呼 把大包拉过来 让她看照片里的苏晨 大包兴奋地 指着照片上的苏晨 哦 笑得咯咯响 苏伊诺说道 看来跟爸爸 长得最像的是浩浩 看完这张照片 继续往下翻看 里面还有一张 苏晨和穆子晴的合照 这是穆阿姨 苏子涵惊呼道 刚才穆子晴 把手机相册 给苏晨的看的时候 只有苏晨和林婉雪看到了 苏子涵他们没看到 但是 这会看到苏晨12岁的时候 跟5岁的穆子晴 站在一起合拍的照片 眼间的苏子涵 一下子认出来 这是穆子晴 穆子晴抬手扶额 你们认出来了 真的是穆阿姨 苏伊诺惊呼道 这变化好大 大姐 你这眼力净牛逼啊 这都能看出来 我现在算是相信 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这句话了 继续翻看照片 忽然 在苏晨翻看相册的时候 从相册的那页里 掉出了一张照片 苏又宇捡起来 然后惊讶地看着照片 一脸的不可思议 苏可星凑过去看 然后立马捂住嘴巴 啊 好可爱 什么 苏晨问道 苏又宇把照片递给苏晨 苏晨看到照片后 立马就把照片给遮住了 我去 怎么有他这么小的时候的照片 而且还是在啃脚指头的照片 这可不能给老婆孩子们看到 林婉雪和穆子晴 两人对视一眼 然后打配合 一个给苏晨挠痒痒 一个眼疾手快地抢走 苏晨手里的照片 苏晨一脸无奈啊 林婉雪拿到照片后 笑着说道 好可爱 老公 没想到你小时候这么可爱 吃脚指头的样子太可爱了 穆子晴说道 苏晨哥哥真是可爱 大宝小宝当初也很喜欢吃手指头 脚指头 妈 给我看一下 苏伊诺跑过去看 林婉雪说道 你们五姐妹小时候 也很喜欢吃手指头 脚指头 哈哈 我也有你们的视频 给你们老婆看看 说着 林婉雪把照片给了苏伊诺之后 又拿出手机 就要去打开视频 给苏晨看 苏宇童立马抢走了林婉雪的手机 妈 这就不用了吧 天哪 无法想象他们小时候 吃脚指头的视频画面 看 要看 苏晨哈哈笑道 苏晨一个晃手 便抢过了女儿手里的手机 让林婉雪点开给他看 还没看过女儿们小时候的珍贵视频呢 这得看看 苏子晗直接捂住了脸 跑到沙发那里去了 苏可欣和苏又鱼差不多 也都跑到房间里 去藏找了 苏与彤跑去厨房喝水去了 苏伊诺倒是半点都不怕出球 看过苏晨吃小之忧之忧的照片后 他觉得好有趣 也想看看自己小时候 吃小之忧之忧的视频 看吃的方式跟老爸像不像 林婉雪点出一个相册 点出视频 里面有苏子晗 他们五姐妹 从小到大的视频 林婉雪滑拉到他们六个月大的时候 点出一个苏子晗吃脚指头的视频 给苏晨看 视频一点出来 立马就有苏子晗小宝宝 吃小之忧之忧杂巴嘴巴的声音 苏伊诺言嘴说道 大姐 你这吃脚指头吃得好香啊 这是不是在吃猪脚 苏伊诺 苏子晗羞愤抓起一个抱枕 朝着苏伊诺扔过去 苏伊诺轻易接住 哈哈的笑 现场的气氛很逗了 欢声笑语 而且苏子晗发现 自己吃脚指头的视频 已经被大家看到了 他也不藏在沙发那里了 跑出来 起哄要看苏伊诺他们吃脚指头的视频 以及各种逗乐的视频 其中有一个视频 就是苏又鱼过了百日后 不肯吃奶瓶 但是眼馋林婉雪吃的饭菜 林婉雪就想出个绝招 下面放了奶瓶 奶瓶上放了一块可乐鸡翅 然后苏又鱼看着鸡翅 开始咕噜噜的喝奶了 林婉雪还在旁边 发出吃鸡翅的砸嘴巴声音 苏又鱼吃旧奶 就吃得特别的着急 好像怕妈妈 抢走她的鸡翅翅一样 不 苏又鱼 但凡你那个时候 有一张幼儿园文凭 都不会被老妈骗了 太逗了 苏子晗笑道 苏晨看着女儿们的 小时候的这些可爱视频 笑的同时 也为那个时候 林婉雪感觉到心疼 一下子照顾五个小宝宝 林婉雪当初 肯定是吃了很多的苦 她以后会对林婉雪更好 让她和穆子晴 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家里一片欢声笑语 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苏晨接到肖玉秀的电话 告诉她 他们已经到尹叔叔家了 让他们也过来 还说有苏晨以前 最爱吃的 吕老师的老婆做的炸鸡 好 我带完雪他们过来 苏晨笑着挂了电话 然后喊上老婆孩子们 准备去吃晚饭了 从他们家到尹岳飞家 不是很远 走路走15分钟 能到 这点路程对于他们来说 都不用打车 直接走路过去 在路上 孩子们还在说着 彼此小时候做的那些可爱的事 一路都是打闹笑了 第767章 前往江家 这一晚 在尹岳飞家一起吃了的晚饭 苏晨和肖玉秀 跟老同事们聊得很开心 苏晨也吃到了 当初他很喜欢吃的炸鸡 虽然如今他的厨艺 可以做出更好吃的炸鸡 但是 这有儿时回忆的味道 苏晨也拿出了一条 在无量山脉中 风干了的烤鸡牛肉腿 放到院子里 交给女人们去烤好 大家一块吃 吃了苏晨的烤肉后 尹岳飞他们发现 自己竟然从一品初级舞者 突破到了一品中级舞者 有一些天赋的老和家的 八岁大的孙子 何力斌 突破到了一品高级 这可把老和他们 高兴得不得了 没想到 只吃了一些苏晨 拿出来的烤牛肉 就有这么好的效果 大喜 最后连骨头都被范老师拿去 用来熬汤 给汤里加了海带和豆腐 大家吃了一碗大大的骨头汤 补身体 晚上 苏晨和老和他们在吃酒聊天 苏晨带着老尹 还有老和 老吕 老安他们家的孙子孙女 飞到了屋顶上 看月亮星星 八岁的何力斌望着月亮 问苏晨 苏晨叔叔 月亮上真的有 嫦娥仙子和桂花树 玉兔吗 这是龙国的神话传说 传说 月亮上有广寒宫 里面住着一位 很漂亮的嫦娥仙子 还有嫦娥仙子的玉兔 以及一棵散发出桂花香味的桂花树 苏晨望着挂在天上的月亮 想到他在室地里看到的一切 说道 仙子和玉兔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确实有广寒宫和桂花树 这些小朋友里 只有何力斌最大 八岁 其他的都是四五岁 对于苏晨说的这些话 懵懵懂懂的听着 觉得很好玩 纷纷十万个为什么的问苏晨 八岁的何力斌 已经开始懂事了 他知道苏晨的强大 知道苏晨是龙国的苏晨 是拿下这次全球英杰大赛 苏晨说的话他坚信是真的 他没再多问 因为他已经问到了他想问的 渐渐的 他望向月亮的目光变得坚定 他将来要考入帝都舞者大学 向苏晨叔叔学习 将来当一个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人 因为他是跟苏晨叔叔 一起坐在屋檐上看月亮的人 他跟别人不一样 将来他要绽放出不一样的烟火 这一晚 苏晨陪这些小孩子们 玩耍回答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 悄悄地在孩子们的心中 种下了一颗颗要变强大的种子 苏晨他们在邵氏待了三天 随后便乘坐机关兽 前往江家 这可把江卫海给高兴的 终于要带孙女全家回家了 他一路上都在打电话 确认家里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 比如房间安排妥当了没 被子等等准备好没 以及房间打扫干净没 会做龙国菜的厨师 请来了没等等细小琐碎的事 忙得不亦乐乎 江湘真笑着对肖玉秀说 以前江卫海的百岁大寿 都没见他自己这么盯得紧 都是把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去办 这次这是亲自盯上了 很上心 江家 江家二房 你说什么 我三叔特意让你们 清出一个大院子 还要让你们去找熟悉 做龙国菜的厨子 江家二房的江顺诚 颇为惊讶地问道 是的 这消息封锁得很严实 是三长老的亲信在办事 如果不是正好今天我 撞见了我发小 我请他喝酒 把他灌醉了 我也不知道这事 大少爷 三长老亲力亲为这件事 肯定不是小事 江家家普许油饼高档 江顺诚说道 确实不是小事 不过我们知道了就行 没事 就退下去吧 许油没有立刻走 而是再次说道 大少爷 我收到一段视频 发现三长老去过龙国 而且 他跟这次人世间的 英杰大赛双冠军的苏晨在一起 不知道 这事是不是三长老 把苏晨接回来 所以特意搞得这么隆重 江顺诚一听这话 不屑地说道 苏晨不可能 就算我三叔跟苏晨走到一块 也断然不会 为了一个小小的人世间的苏晨 就特意让他的亲信 去清出一个大院子 以及其他的事 那些事 他完全可以交给下人们去盯着 没必要亲力亲为 许油继续说道 大少爷 小的斗胆再说一句 之前苏晨为了给三长老表忠心 特意杀了盛家那边的人 大少爷应该三长老 跟盛家是死敌的 当年那时 闹的 如果苏晨真的被三长老 特邀过来 很可能 三长老会重点栽培苏晨 到时候 小小少爷的资源 江顺诚抬手 声音冷淡 好了 下去吧 许油不敢再继续说 低头恭敬地说道 好的 小的告退 说完 许油低着头出去了 出去后没多远 他拿出手机 发出去一条消息 消息内容是 消息已告知江顺诚 此刻 已经悼念完正敌的容清丽 接到这条短信 放下手机 对跟他在哭诉的容月如说道 姐 别哭了 人死不能复生 敌儿的仇 我这个当小姨的 肯定会帮她报 你和姐夫可以想想 再要一态 也好缓解你和姐夫的狮子之痛 今天刚把正敌送进了坟墓里 容清丽心里 对苏晨的恨意是滔天的 尤其是看到苏晨被龙国授予龙帅头衔的时候 气得他直接把电视机给砸了 容月如擦掉眼泪 哽咽着声音说道 妹 敌儿尸骨未寒 刚下葬 我和你姐夫 暂时还没心情考虑 再要一个孩子时 谢谢妹的好心 敌儿的仇 我和你姐夫 都没有帮她报仇的资格 只能指望你了 莉莉 说到这里 容月如又喝了一口水 缓解悲痛之情 对容清丽说道 莉莉 还是你好 你看 你连续给妹夫生了三胎 都活下来了 说明你是天命之女 光辉 素素 照亮他们就是天命之子 将来 肯定是他们三兄妹的天下 圣家 以后也会是由他们三兄妹撑起来的 容月如很会说话 没有一味地哭诉自己的悲惨 而是会在恰当的时候 吹捧容清丽 说一些容清丽喜欢听的话 第768章 抵达江家 听得容清丽也觉得自己 就是天命之女 她拍了拍容月如的肩膀说道 姐 通天岛会议快要召开了 敌儿这边的丧事也办完了 我先带光辉 素素 照亮他们先回去做准备 到时候 必将苏晨鲨鱼通天岛 为敌儿在天之灵 容月如激动地握住容清丽的手 说道 好 拜托莉莉了 送走容清丽和圣光辉他们后 容月如脸上露出英智的表情 一边摸着她儿子灵魏 一边咬牙切齿地说道 苏晨 你敢杀我 你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要以为自己有江家撑腰 就牛逼了 这个世间 一切还是圣家说了算 说完后 容月如又低头看手里正敌的灵魏 第二 你放心 你小姨和表哥表姐们 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你好好的在下面生活 妈会给你多少点纸钱的 等苏晨死了后 妈把你想取的英欢欢 一起给你送下去 让你得偿所愿 苏晨他们这边 因为苏晨的方舟速度特别的快 所以这会儿 已经飞出荣国 抵达了江家所在海域 太平洋的中心位置 这里这会儿 看着是一片一望无尽的大海 紧接着 江卫海来亲自操控机关兽 关掉了自动驾驶模式 开启手动驾驶 阿秀 晨晨 这里有一个强大的阵法 跟迷雾阵法类似 但是比迷雾阵法高级很多 是我们江家的护山大阵之一 你看着我 怎么走这个阵法的 走过这个阵法 就可以看到我们江家 这会儿光是用目测来看 还真难以确定怎么开的 因为四周都是海洋 没有指南针的话 会完全分不出个东南西北 苏晨直接按了导航屏幕上的一个 开始记忆按钮 这样 机关兽就可以记住 此次江卫海的操作 因为在机关兽的导航图里 这里不是一片海洋 而是具体的精度 维度等数据 所以 很好记录下这些数据 下次根据这些数据 可以进入江家 江卫海注意到苏晨的操作 问道 晨晨 你这是做什么 这导航有记忆功能 你开过一次 按这个开始记忆功能 他就会记住路线 下次直接选这一段的记忆路线就行 说着 苏晨还在上面设置这段 记忆路线的名字 去江家 江卫海惊讶 还有这样的功能 晨晨 你是不是在这里面 加入了电子智能设备 苏晨摸了摸后脑勺说道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船上自带的 上面有解释说明 江卫海闭目凝神 一杆之 说道 咦 又没检测到有电子设备 因为如果有电子设备的话 进入有灵气的地方 会被腐蚀掉 就跟在无量山脉中一样 萧玉秀说道 难怪外公 你让我们提前把手机等电子设备 放到空间戒指里 上次扫荡了 希尔顿家族的祖地宝库后 里面有不少的空间戒指 虽然空间不是很大 最大的是五个平方米的 但是 现在苏晨的家人 人人都有一个空间戒指 放一些笔记本电脑 手机 手表等电子设备 还是没问题的 苏子涵疑惑地问道 太太外公 那你们没手机的话 是怎么打电话的 因为之前 他就看到江卫海 打电话给江家的人 江卫海笑着说道 韩寒 修真界成立上千万年 肯定有可以远距离 打电话的非电子设备的东西 顺着时代 我们也叫它为手机 功能跟你们用的手机差不多 因为这一块是白家在做 所以一直都在跟上时代 不过不是电子设备 而是通过精神烙印 和能源使催动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去仔细研究过 不过你们放心 等到了江家 我给你们每人都搞一台手机 到时候打电话 上网购物 看短视频什么的 都不会受阻 另外 电视也有 可以看人世间的电视剧 电视的内部构造 也不是电子元件组成的 是精密的其他的东西 但凡是电子产品 有灵气渗透进来 就会被废掉 包括飞机大炮之类的 苏子涵点点头 苏伊诺对这个新世界 充满了期待 听着感觉很有意思的样子 苏语彤说道 到时候 我拆开一部手机看看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结构 苏又瑜 四姐 那到时候你拆开后 不会组装的话 那你的手机岂不是坏掉了 苏可星 是啊 老四 你就别研究手机了 咱们到时候把电视机拆开看看 看到是怎么搞的 苏又瑜 女儿们一个个都很好奇 就像一两岁的小宝宝一样 对世界充满好奇 这里拆拆 那里挖一挖看看 是什么 江卫海听到太太外孙女们的话 笑着说道 可以 到时候我让他们多送几部手机过来 不过现在 一个人只能用连接三部手机 社交软件的话 只能建立一个账号 用精神印记注册 跟你们在龙国的时候 用身份证注册账号一个道理 每个人的精神印记 都是独特的 不一样的 精神印记 苏诚问道 这个词语 还真的很新鲜 江卫海点头 嗯 就跟按手印一样 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的 即使是同卵双胞胎的指纹 也只是相似而不相同 精神印记 也是这么的道理 等到时候到了江家后 我教你们怎么用 好 苏诚也对这个新世界很期待 以及充满好奇 说着说着 非洲走过了阵法 忽然 眼前如同一片迷雾散去 出现了一幅完全不同于在海面上的景色 他们这会儿 虽然也还在海面上 但是前方不再是一望无垠的大海 而是一座气势辉煌的大山 大山上 触言可及的 是一座座古老 又十分具有艺术性的宫殿 就如同进入到了一个古代仙侠世界一般 空中有机关兽飞行 以及有一道道如同流星一般的人 遇见飞行 还有很多人热闹的 在下方一处集市里赶集 场面十分的热闹 第769章 修仙者事件 苏子涵 他们都看待了 眼神里盛满了惊讶 以及对未来的向往 苏诚也很惊讶 就是修仙者的事件吗 跟我们的世界 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人的穿着 有穿现代服饰的 也有穿古代衣妹飘飘服饰的 这样杂柔的文化 竟然没有觉得突兀 反而觉得 这个新世界很新奇 十分璀璨 各种各样形状的机关 受在空中飞行 就跟他们那里的车一样 有各种款式的跑车 轿车 SUV车 越野车等等 修仙者对待步工具 也有自己的审美 房屋的修建风格 倒是全部都很统一 都是古代龙国那种 飞檐琉璃瓦的设计 特别的好看 遇见飞行的那些人 更是看得苏晨热血沸腾了起来 那就是他所向往过的仙侠事件 没想到 这样的仙侠事件真的有 他问江卫海 太外公 遇见飞行 需要什么条件 苏叶以及苏伊诺他们 都纷纷掩热地望向江卫海 因为 他们也都想遇见飞行 太帅了 江卫海笑着说道 遇见飞行不用什么条件 买一把飞舰就可以 不过速度 需要根据自己的境界来选择 简单来说 就是机关兽相当于人世间的汽车 飞舰相当于人世间的摩托车 这里的飞舰飞行 也是需要使用能量食 是一种飞行工具 不能又当飞行工具 又当宝器 等到了家里 我带你们去看飞舰 选一些你们喜欢的款式 体验体验 好啊 苏子涵欣喜地说道 苏晨他们一个个 也都很兴奋 江卫海驾驶着苏晨的方舟 朝着他所居住的地方开去 他一边开飞舟 一边跟苏晨说 这里属于内城 机关兽和飞舰的速度 不能超过200码 跟人世间的道路上 车速不能超过120码 以及70码之类的等等 休先界的内城 也有速度限制 比如越是靠近中心区 限制的速度就越低 因为人流量大 以免发生交通事故 晨晨 这只是江家的内城 相当于皇城 江家的范围 远不止这些 还有很多地方 那些地方属于城外 等到了家里 我给你们一些交通法则课本 到时候 晨晨你去考一本驾照 就可以自己 在休先界开非洲了 苏伊诺亚然 休先界也要考驾照 当然 而且跟人世间一样 有计分制度 机关兽和飞舰 都需要有驾照才能开 因为会有执法队 不定时抽查 休先界建立上千万年 一直都是稳定的 发展的速度 远超时不时 有战争爆发的人世间 而且 休先界也会参考 人世间的高科技 进行融合 休先界的文明发展的 十分的完善 因为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没有法律制度 作为约束的话 很容易乱跑 因为非洲的速度 降了下来 跟旁边的机关兽的速度 差不多 这会四周的机关兽 看到苏晨他们 这座机关兽 都会远远地避开 有一个新手 刚开机关兽 眼看着就要追尾 苏晨的机关兽了 吓得旁边的老司机 立马抢过方向盘 把机关兽减速 拉开和苏晨的 机关兽的距离后 他才摸了一把额头的大汗 指着前面的机关兽 叫到新手司机 看到前面的机关兽 没有 给我认准了 这样大型的 而且散发出不一样 气息的机关兽 有多远 给我离多远 要是真的追尾了 我们负全责 就算是把我们卖了 也赔不起的 那艘方舟 肯定是哪个巨老的机关兽 新手司机摸了摸脑袋 拿出手机拍了个照片 说道 哦 记住了 巨老的方舟 他以后绝对是有多远 就隔多远 撞坏了 赔不起 不过 为什么这个巨老的 方舟上课的自是苏 江家内城的房屋布局 那一座内城 便是江家老祖们居住的地方 然后按照辈分 依次往下修建府邸 辈分低的人府邸 在规格 以及高度上 都不能高过辈分高的等等 这一座比龙国的帝都 还要大二三十倍的大城市 是江家的首府 称为江城 苏承感慨地说道 太外公 江家 可以称国了 这不是一般的大 一座首府城市 都要比人世间 一些国家的面积都要大 江卫海爽朗地笑着说道 有长老提议过 但是老祖们还是觉得 称为江家更符合他们的习惯 圣家 白家 也是如此 后来的凯达家 霍家 也遵循如此 苏承真的没想到 蓝星上 竟然还有这么庞大的修仙世界 之前的他们 真的是太渺小了 不过 如今 他已经踏入修仙者世界 他对未来更加充满了期待 期待去见证这个盛世 去揭秘他心里的那些谜团 苏承想到一个问题 问道 太外公 我从这上面看 江家内城的人很多 江家的总人口 应该有几十亿吧 龙国就有二十亿 江家 不得有个七八十亿人口 那又怎么会缺人呢 提起人口的问题 江卫海脸上的笑容凝结了 望着下方的人流 陈生说道 江家内城的人很多 但是 外面的江土 人比较少 江家的出生率 一直都在持续地刷新低 人口老龄化严重 我们虽然是修仙者 但是 也有寿命限制 如果不突破到下一个境界 那就只能等死了 前段时间 刚做了一次人口普查 江家的人口总数 已经不足十二亿 去年的新生人口 已经降到历史最低 只有二十五万 而深渊族 那边发展得十分迅速 你也知道的 妖兽一胎 动不动就是生死多个 妖职更是发展迅猛 一次花粉兽粉的有性繁殖 以及插迁的无性繁殖 就能造出一大批子民 随着时间的拉长 我们人族 跟深渊族的人口差距 就会越发的明显 人口问题 是我们五大家族 面临的百年 甚至千年之大难题 第七百七十章 到江卫海家 说到这里 江卫海转头望向苏晨 又望向苏晨身边的七个孩子 他特别欣慰地 拍了拍苏晨的肩膀 说道 晨晨 你很幸运 有七个孩子 这要是让组里 其他人知道了 估计得羡慕地流口水 尤其是还有五胞胎 双胞胎 江家已经有上百年 没出过双胞胎了 更别说多胞胎 看到如今优秀的你 我想到一个解决 江家人口问题的方法 不过 这个事 还需要通过长老会的同意 而且 也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但是 太外公是准备让江家的人 跟人世间的人联姻吗 对 可以试一试 不过 也说不准 因为不是没有修仙者 和凡人生孩子的事发生 但是 生的孩子的资质都不行 至今没有一个能进入超凡 真正的踏足修仙意图的 江卫海说道 你是个很特殊的特例 如果到时候 子涵他们到了巅峰宗师境界 走超凡之路 也突破到了超凡 那你将成为一个 十分成功的典范 因为这代表 不止一代可以成为超凡者 二代一样 可以成为超凡者 这意义非凡 十分有助于太外公 推行这个方案 如果方案做成功 这属于太外公的一大笔正经 哈哈 将来江家的家主之位 你太外公 我也是可以争一争的 之前江卫海没想过去 争江家的家主之位 江家的家主之位 等同于一国之皇 地位极高 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 是不可想象的 甚至 那些他们现在不知道的秘星 江家的家主绝对知道 之前他对家主之位 没什么兴趣 一是因为他的能力 以及武道级别 都相较于其他兄弟们弱了一些 二是因为他只有江湘珍一个女儿了 对争夺权力这些东西 也不感兴趣 当个闲散的三长老 挺好 但是现在 找到了外孙女萧玉秀 外孙女又生了苏晨 这么一个逆天的太外孙 太外孙还生了七个资质 十分不错的太太外孙孙 那他就要去争一争家主 这个位置了 不仅是为了保护外孙女们一家 而且也是想给他们提供最好的资源 驻有逆天之姿的苏晨 走上羽化成仙之徒 甚至更高的级别 江卫海笑着说完这些后 指着前方可以看到的 一座大房子介绍道 晨晨 那便是太外公的家 怎么样 很漂亮吧 哈哈 苏晨笑着说道 漂亮 很特别 太外公的品位不错 江卫海平日里不喜欢被人拍马屁 但是 听到苏晨的话 他很爽朗的笑了 被赞得很享受 特有成就感的说道 你太外公的品位 那必须的好不 那外里面的砖瓦设计 都是你太外公当年亲自设计的 这套大房子修建已经有八十多年了 刚开始建成的时候 江卫海很有新鲜感 经常带朋友来看自己的房子 不过时间一长 他就对绣房子没什么感觉了 如今 带苏晨他们前来 他又忍不住想绣了 很有当初的味道 开着方舟 围着大房子转圈 一边转圈 江卫海一边跟苏晨他们 介绍这些院落 他这套大房子 一共有五个大院落 占地五千平方米 他的院落最大 占地一千平方米 另外四个院落 有两个院落 当初是给子女们设计的 分别占地八百平方米 另外两座院落 一座是给客人来的时候 休息用的 占地五百平方米 还有一座是院落 是给下人们住的 占地二百平方米 其余面积为绿化 以及景观面积 五千平方米的大院落 是他当时修建房屋时候的规格 因为江城的地就这么多 所以 每一个江家人修房屋的面积 都是有规格限制的 下面的那些小辈们 修的房子的面积更少 除了江家嫡系 可以免费申请房屋面积 其他的江家庞系 以及其他人 则需要通过买地皮 才能修房子 而且 买地皮 也根据身份等级 有明确的限制 如果哪个人 修建了不属于 自己规格的房子 被人举报了 并且实锤超规格了 会被执法队强制拆除 就跟人世间的别墅 非法扩建 也会被城管拆除类似 不过人世间的别墅 非法扩建 拆除的几率只是比较大 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拆除 但是在江家 规格办事 否则 执法队分分钟来拆除 没半点私情的 三哥 忽然 一艘机关兽飞过来 朝着苏晨 他们的方舟靠近 一道声音传来 江卫海听到声音 从船舱里出来 来到甲板上 在低速的时候 站在方舟的甲板上没问题 而且这会儿听到喊声 江卫海把方舟悬停了下来 站到甲板上去 就更安全了 老五 江卫海喊道 来人是跟江卫海 同辈份的江家五长老 江忠德 也是当初担任 英杰大赛国家赛的 组委会成员之一 江建东的父亲 江卫海跟江忠德的关系不错 两人的院子也很近 江忠德刚好回来 大老远的就看到 一艘很高档的机关兽 在江卫海家的上空环绕 想来 应该是江卫海亲自回来了 他开着机关兽 过来问一下 没想到 真的是江卫海回来了 三哥 这是哪位的机关兽 不错呀 江忠德跳到了方舟的甲板上 收了他的机关兽到空间扭扣里 跟江卫海叙旧 两人有五六年没见面了 因为到了他们这个年纪 一闭关就是五六年 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一个数字 你猜 江卫海哈哈笑道 江忠德愣了一下 没想到自家三哥 竟然还有这么顽皮的时候 我可猜不着 你快说吧 这艘方舟真的不错 比你那艘要好啊 船舱里是不是有重要的人 嗯 特别重要的人 江卫海笑着说道 然后拍了拍江忠德肩膀 带他往船舱里走 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 不过 你的嘴巴都收紧了 在我没正式宣布之前 你不要到外面说 第771章 江忠德震惊 阿秀是当初的那个孩子 江忠德说道 当然没问题 不过你这么说 让我越发好奇了 船舱里到底是哪位大佬 他还没见过 哪位大佬的机关兽 是方舟的 而且这艘方舟 明显很不错 江卫海哈哈一笑 没回答他的话 带着他走进了船舱里 然后笑着说道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外孙女萧玉秀 这是我外孙女婿苏叶 这是我太外孙苏晨 这是太外孙媳妇林婉雪 给江忠德介绍苏晨一家 江忠德内心震惊 外孙女 江卫海什么时候 有个外孙女了 江湘真到现在都还没结婚 怎么有这么大的外孙女 以及这么多的子孙后代 难道 萧玉秀是江湘真在外面生的孩子 因为他看出来 苏叶和苏晨 一个迷雾初期 一个迷雾中期 江卫海知道江忠德内心震撼 他笑着介绍完后 给苏晨他们介绍江忠德 阿秀 苏叶 晨晨 这是我五弟 江忠德 跟我关系很好的兄弟 船舱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下去 回到家里 一边喝着热茶 一边聊天 萧玉秀点头 苏晨点头说道 好 江卫海驾驶非洲 降低高度 直接开到院子里的机关兽接驳站 这个接驳站 类似于人世间的汽车停车位 不过汽车停车位是在地面上 而这个机关兽接驳站 则是设立在十米高的位置 可以停机关兽 然后从机关兽上走下来后 再通过十米高的楼梯 走下去 来到地面 当然 所以直接一跃从接驳平台落到地面 因为是第一次走这个地方 江卫海带着大家走楼梯 走楼梯的速度也很快 相当于走三层高居民楼的房子的楼梯 下了楼梯 来到院子里 下人们早就准备好了迎接仪式 全部都整齐滑衣地从屋里出来 分成两排 迎接江卫海 带着萧玉秀他们一家人回来 欢迎小小姐一家回来 欢迎小小姐一家回来 江卫海给萧玉秀他们介绍 哪个是家里的管家 哪个是家里负责做饭菜的阿姨 哪个是家里负责打扫卫生的阿姨等等 介绍的很详细 担心萧玉秀他们记不住这些下人的名字 他特意让他们在胸口贴了 写了他们名字的名牌 欢迎仪式结束 江卫海带大家进了家里的客厅 然后让下人们先下去 让江湘珍带苏晨他们先逛逛 降落的这个院子 是以前江庆祝的 江卫海想了想 最后让苏晨他们一家住这里 最为合适 也可以让萧玉秀看看 以前他母亲住的地方等等 然后江卫海和江忠德进了书房聊 江忠德直接说出自己的疑惑 问萧玉秀是江湘珍在外面生的女儿 不是 是妻儿生的 当年的那个孩子 我们找到了 他还活着 江卫海说道 什么 妻儿生的妞妞找到了 是阿秀 好好好 真的好好的 说到这里 江忠德的眼眶也发红了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想起当年的事 他是满脸的粪母 盛家当年真的是欺人太甚 这些年 阿秀在外面吃了不少的苦吧 不过 我看到他的老公是迷雾初期 他的儿子是迷雾中期 还很不错 还有两个媳妇 和六个孙女一个孙子 这子孙很繁盛啊 虽然阿秀没有五道天赋 但是我看他 如今也到了宗师境界 到时候 我们重点栽培下 争取让阿秀进入超凡领域 说到这里 江忠德对江卫海说道 三个 阿秀回来的事 暂时不能宣传出去 否则 我担心盛家那边搞什么事 江卫海说道 嗯 只要我们不说出去 盛家也不会知道 阿秀是当初的妞妞 不过 我要为阿秀举办认祖归宗仪式 盛家不要他 我们江家要 他是我们江家的孩子 跟盛家没关系 江忠德点了点头 那就以相争的孩子的名义吗 还是 江卫海说道 不用 就是说是我孙女 盛家不可能会往那方面去想 只会以为 是我在外面生的儿子的孩子 阿秀 也改名为江玉秀 而不是盛玉秀 江忠德点头说道 可以 这个主意好 然后江忠德问江卫海 刚才你说 你太外孙的名字叫苏晨 说起这个事 江卫海笑哈哈的说道 你肯定听过 你家建东前段时间 主持的人世间的 全球英杰大赛国家赛 拿下国家赛冠军的 便是我太外孙苏晨 江忠德震惊 整个人也激动的站了起来 三哥 你的意思是 阿秀不是在修仙界 而是去了人世间 然后 阿秀的老公苏业之前也是凡人 江卫海知道江忠德想说什么 他笑着点头说道 嗯 就是如你所想的 如今苏业和苏晨 都已经步入超凡 而且 苏晨还生了一对五胞胎 以及一对龙凤胎 孩子们的妈妈都很健康 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 你刚才也看到了 七个孩子如今都是宗师 只需要过一段时日 等他们突破到巅峰宗师境界后 就可以走超凡之路 我有信心 他们应该有几个 可以突破到超凡领域 江忠德 三哥 那你们家赚大发了呀 生了七个孩子 如果一个个真的都步入了超凡 这在咱们修仙界 是史无前例的事 虽然那个荣卿立嫁给盛政威后 给盛政威生了三个子女 但是 她的三个子女 到现在都还没结婚 更别说生子了 在这一点上 咱们阿秀 就比荣卿立的孩子厉害多了 江卫海摸了摸胡须说道 何止阿秀比荣卿立的孩子厉害多了 咱们家陈陈 只需要再沉淀一些时日 将来打败荣卿立嫁的三个子女 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江忠德一愣 三哥 虽然你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 咱们也得实事求是 荣卿立嫁的那三个孩子 是圣家的顶级天才 如今一个个都到彩药境界了 第772章 江忠德大喜 阿秀的儿子牛逼 昨天他刚从他儿子的口中得知 圣家又出了一名彩药境界的天才 便是刚破入彩药境界的圣朝亮 荣卿立和圣振威的小儿子 年仅50岁 便步入到了彩药境界 虽然不及圣光辉 圣素素 但是 这资质 在三大家族里 也是很出色的 所以 轰动了三大家族不少的人 不少人前去恭喜圣振威 有时候 坏人并没有想象中的日子越过越差 反而圣振威这些年 自从娶了荣卿立后 更是气势如虹 荣卿立给他生了三个子女 一个个都天纵之姿 让他在圣家站稳脚跟 瞧得成家其他房的人都 对此又羡慕又嫉妒 甚至还在外面说 荣卿立望夫等等 反正这些话 他是半句都听不下去 每每都被气得咬牙切齿 诅咒圣振威这种 都狠心 能把亲生女儿扔掉的人 早日暴毙 姜卫海听到姜忠德的话 说道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采药境界又如何 你估计不知道 英杰大赛最后的一道关卡是什么 那是跟一头采药境界的妖枝战斗 当时晨晨还只是迷雾初期 就杀得妖枝自暴王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晨晨的精神力庞大无比 至于沙然灯境界的 更是手道擒来 晨晨的战斗力 真的很恐怖 姜忠德震惊的 嘴巴能塞进一个鸭蛋 这些他儿子没跟他细说 只说了苏晨跟姜家有缘分 以及苏晨很厉害 拿下了人世间英杰大赛 个人赛和国家赛的双冠军 这也太猛了 迷雾初期 就能杀得一头采药境界的妖枝自暴 他是不是用什么秘法 要不然很难想象 他单纯靠精神力 可以杀得妖枝自暴 姜卫海黑黑说道 告诉你也无妨 晨晨在无量山脉中获得了机缘 得到了昆蓬宝谷 领悟了昆蓬宝术 这个事各大家族都知道 姜忠德不知道 是因为之前一直在闭关 这两天刚出关 所以不知道这件事 姜忠德再次愕然 我去昆蓬宝朔 无量山脉中的那份机缘 竟然被你家太外孙得到了 好好好 真是天佑咱们家阿秀 除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虽然阿秀比不上圣正为其他的子女 但是阿秀的儿子 我瞧着他的根骨 还不到四十岁 而且他的精神力 都能杀采药境界的超凡者 未来不可小觑 只要给他一些时间成长 将来绝对是逆天的存在 甚至调打圣正为的三个子女 都是有可能的 越说 姜忠德越发兴奋 仿佛已经看到 苏晨调打圣家三子的画面了 姜卫海又跟姜忠德说了 苏晨和林丸雪 以及苏叶将去参加通天导大会的事 到时候 苏晨进造化书院的机会很大 他担心林丸雪和苏叶进的机会很小 因为苏叶是迷雾境界 林丸雪还没成为超凡者 而此次去征造化书院学院名额的人 都是来自五大家族的绝世天才们 想跟姜忠德谋划谋划一下 争取到时候 要让苏叶和林丸雪都进造化书院 在姜卫海跟姜忠德谋划的时候 姜湘珍带着苏晨他们参观江庆的这个院子 介绍江庆以前住的房间 里面挂有江庆的挂画 看着墙壁上江庆的挂画 苏晨说道 妈 外婆跟你很像 萧玉秀看着挂画上的江庆 此时的江庆正是18岁的年纪 风华正茂 岁月静好 很文静 梅宇和五官跟他有些神似 他妈生他的时候死了 他妈为了圣振威生下他 付出生命的代价 根本不知道圣振威会如此不珍惜他 甚至要害死他 不值得呀 他妈嫁给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 妈 你在这房间里看看 我带孩子们去别的房间看看 苏晨知道 他妈应该是有话想跟外婆说 所以把空间和时间留给了他妈和苏叶 他让江湘珍带他们去别的地方看 江湘珍擦了擦红红的眼眶 点点头 继续带苏晨他们参观 看到一盆绿植告诉苏晨 这是他姐当年很喜欢的 当初种小的时候还只有一片叶子 现在已经爬满了外墙 颜色是那种像油画色彩的紫色白色相间的草 很好看 然后看到一幅挂画 他告诉苏晨 这是他姐当年亲手画的美景等等 参观完整个院子 江湘珍让苏晨他们选房间 这里的房间很多 完全够苏晨一家住 苏晨先让孩子们选房间 五个女儿在看房间的时候 已经有了自己想选的 不过他们没有一人选一个 而是两人选一间 三人选一间 这里的套房都很大 完全够三姐妹一起住一个房间 一起住 这样可以方便他们交流沟通 穆子晴和林婉学选了挨在一起的房间 这样苏晨到时候两边都可以居住 大宝小宝到时候跟穆子晴睡 或者跟苏晨睡都可以 不用再单独选房间 大家选好房间后 苏伊诺来找到苏晨 老爸 我感觉到空气中的灵气十分的浓郁 我们可不可以先修炼一下 跟着苏伊诺来的四姐妹 也纷纷用力的点头 从进入江家开始 他们就感觉到了 这里浓郁的神秘因子 之前江卫海告诉过他们 神秘因子便是灵力 他们之前跟苏晨吸收过神秘因子 知道神秘因子的厉害 所以 这会儿感觉到四周充满了浓郁的灵气后 一个个都跃跃欲试的想要修炼了 甚至都不想第一时间去选手机 拆电视 玩飞剑等等 因为相对那些玩的东西 他们觉得 还是提升自己的实力最为重要 因为他们刚才抵达江卫海家里 看到江卫海家的下人后 发现这些下人们 一个个竟然都是他们看不穿的实力 也就是说至少是巅峰宗师 甚至超凡者 他们想要变强的决心 当即就很强烈了 苏晨笑着说道 可以 爸爸带你们去练工房 教你们怎么把灵气正确的 接引到身体里吸收炼化 好苏伊诺欢喜的握了握拳头 他很想在太太外公家住的这段时间 就把自身的实力提升到巅峰宗师境界 这样就可以走超凡之路了 第773章 大雷音呼吸法 苏晨带着孩子们去了练工房 然后教他们怎么接引灵气 因为之前有过一次经验 所以五个女儿们很快就学会了 大宝小宝还有点猛 大宝在坚持的吸引灵气 这比苏晨当初指定 把灵气让他们使用的难度要大一些 小宝没吸收到灵气后 搭拉下小脑袋 望向苏晨 巴巴 我想绝叫 苏晨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说道 嗯 小宝睡绝觉吧 今天奔波了几个小时 小女儿是有点困了 小宝点点头 他对修炼没多大的兴趣 可能是因为小家伙现在还不懂这些 所以在姐姐们和哥哥修炼的时候 他找了个地方 撅着屁股 趴在地上睡觉 这可爱的睡姿 看得苏晨无限宠溺的笑 找江湘真到外面拿了一床毛毯 正准备回来给小家伙盖上 然后就发现 四周的灵气 正被吸收进小家伙的身体里 随着他的呼吸 灵气渐渐的自觉的 在他的身体 淬炼他的体魄的同时 淬炼他的精神力 这 江湘真也发现了这一点 对苏晨压低声音惊讶的说道 不得了 晨晨 婉婉的体质很特殊 自助接引灵气的时候 接引不进来 睡着后 随着他的呼吸 灵气就自动被接引到他身体里 还自助的修炼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修炼方式 丁 检测到宿主的小女儿苏婉婉 无师自通呼吸法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告诉江湘真 这是苏婉婉无师自通的一种呼吸法 奖励宿主出击大雷音呼吸法 选择二 告诉江湘真 婉婉很有修炼天赋 奖励宿主出击不死鸟呼吸法 苏臣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微微一惊 自家女儿竟然无师自通了一门呼吸法 而且还给他带来的奖励 系统 大雷音呼吸法和不死鸟呼吸法 有什么区别 宿主 大雷音呼吸法 是佛门的究极呼吸法 极其霸道 可以说是内圣外魔 外在表现特别的霸道 内部则是一片祥和 从佛门角度来阐释 佛门讲究慈悲心 心中祥和安宁 也有祥魔手段 可以参悟出佛门的杀手锏 普渡天下 不死鸟呼吸法 是不死鸟一族的呼吸法 也极为珍贵 听到系统的解释 苏臣有点难选了 大雷音呼吸法 听着很牛逼 而且龙国素来有雷音寺 是佛门的象征之地 而不死鸟 也有不死鸟的传说 传说不死鸟 永远都不会真的死去 两个奖励都很好 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 那他还是更喜欢大雷音呼吸法 不仅是因为这个名字更喜欢 而且 大雷音呼吸法修炼到极致后 可以参悟出佛门的杀手锏 普渡天下 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杀手锏有多厉害 但是既然系统都说 这个杀手锏很强 那肯定很牛逼 至少大雷音呼吸法的介绍 明显的比不死鸟呼吸法的介绍 要多不少 所以 苏臣对江湘真说道 姨奶奶 这是晚晚无视自通的一种呼吸法 我第一次给晚晚接引灵气的时候 她也是这样的状态 睡着后 自动修炼 叮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励宿主 出集大雷音呼吸法 请问宿主是否 现在激活该呼吸法 暂时不激活 这门呼吸法极为的霸道 等只有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她在激活 江湘真疑惑地问道 呼吸法 还有这样的功法 姨奶奶从来没听说过 苏臣说道 我之前在世帝的时候 见过一面石碑 上面记载了一些密文 其中包括呼吸法 不过上面没戏说 只说过有呼吸法这种功法 我看了下晚晚的情况 这应该就是呼吸法 不过晚晚自己也不清楚 应该是她无意识的时候 自己掌握了呼吸的规律 之前我第一次 带晚晚经营灵气的时候 晚晚也是睡觉后 身体自动吸收灵气 淬炼她的身体 不睡觉的时候 晚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睡觉后才体现出来 所以 应该是晚晚的睡觉后的呼吸节奏 恰好卡到了点子上 自创了一门呼吸法 因为人不睡觉 和睡觉的呼吸方式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了一点差别 那一种就是呼吸 一种就是呼吸法 相差十分大 江湘真一听苏臣这话 大喜 说道 确实是晨晨 你说的这样 晚晚睡觉后 才出现这样的奇迹现象 晚晚真的是十分有修炼天赋 睡个觉 都能睡出个呼吸法出来 大才 我去喊你太外公过来看看 看能不能从晚晚的这种呼吸法中 得出准备的呼吸法 这样 我们大家都可以修炼 调整呼吸 这样我们睡觉的时候也能修炼 那可是比别人多了不少的修炼时间 苏臣说道 对 好 姨奶奶 你去找太外公 我给晚晚带好被子 呼吸法 真的是很神奇的功法 因为人是需要时刻呼吸的 一呼一息间 便动用了功法 那真的很不错 很玄妙 如果不是系统提示 他也不知道 这个世上竟然还有呼吸功法 而且 刚才系统提到了不死鸟族 难道深渊有这个种族 感觉未来充满了各种波澜壮阔 甚至有上万种族 很期待未来的宏大事件 江湘真点点头 笑哈哈的 出去找姜卫海他们了 苏臣给苏婉婉盖好被子后 去了旁边的一间练功房 因为刚才他和江湘真说话的声音都不大 所以没吵醒小宝 也没有吵到在修炼中的苏子涵他们 来到隔壁的练功房 苏臣双腿 盘膝而坐 对系统说道 激活初级大雷音呼吸法 好的 宿主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 大量的关于大雷音呼吸的方法 一股脑的输入到他的脑海里 与此同时 他的呼吸开始发生了变化 随着大雷音呼吸的节奏 开始喷吐呼吸 渐渐的 他感觉到身体里有雷音乍现 第774章 躺平小工具的小宝 这雷音的声音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大声 刚开始 还只在苏晨所在的这个练功房回响 渐渐的 传到了隔壁的练功房 震得苏子涵他们 纷纷睁开双眼 苏又渝一下子跳了起来 说道 不好 地震了 苏可星说道 不是地震 是打雷了 快跑 木子晴抱起大宝 见大宝的鼻子 渐渐的出了血 林丸雪抱起 还在睡觉的小宝 两人抱着大宝小宝 带着女儿们 往避开雷音的方向跑去 咦 老爸呢 跑出来 耳朵终于舒服了一点后 苏伊诺才发现 还没看到苏晨 你爸应该去了别的地方 我们先去找你们爷爷奶奶 林丸雪说道 在江庆房间里的苏叶和肖玉秀 也听到了雷音 而且 这雷音还在逐渐的加大 不是单纯的打雷的声音 是那种在脑海里响起后 会震得人耳朵不舒服的雷音 看西游记 李佛祖出现的时候 那种雷音浩荡的感觉 如果这里有什么魔物 估计一下子 就能被这浩荡的雷音 给震得溃散 老苏 出去看看 怎么回事 萧玉秀说道 好 苏晨带着萧玉秀出了房间 两人很快碰到了前来找他们的林丸雪 他们 爸 妈 突然出现了雷音 小宝醒来了 大宝鼻血虽然止住了 但是 这雷音越来越大声 我们得找个地方避一避这雷音才行 林丸雪当机立断的说道 苏晨没在 他要主持大局 苏晨说道 跟我走 苏晨能够感知到 雷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立马带着林丸雪他们 快速地远离雷音 跑出房子 来到院落里 这会儿 很多庸人都跑了出来 满脸猛圈 刚听到江湘真说 让他去看看小宝的江卫海 也听到了这雷音 一瞬间 他施展 开了一个防御罩 罩住整个院子 但是没用 雷音是从他这个院子里发出来的 他浩瀚的精神力 随着雷音追踪过去 发现这雷音 是从一座炼功房里传出来的 他立刻以练功防卫中心 施展了一个防御罩 罩住了雷音 雷音这才消失了 去看看 江卫海对江忠德说道 然后 两人带着江湘真 一起来到了院子里 这会儿 大家都集中到了院子里 穆子晴给大宝擦了擦鼻血 雷音消失后 大家都好受了 穆子晴给大宝检查了一番 发现他只是因为之前突然听到雷音 导致上火 流了点鼻血 非但没事 反而把大宝这些天 积攒的一些寒气 给逼了出来 身体更好了一些 不过 这种雷音也不能长久的听 长久的听 不用想 最后估计会大脑都炸成江 江卫海扫遍全场 发现除了苏晨没在之外 其他人都在 他大为惊讶 难道在练功坊里修炼的是 他太外孙苏晨 修炼出这样的雷音 异象的是他太外孙苏晨 这个消息必须要锁住 他和江忠德对视一眼 两人一个眼神 都读懂了对方眼神里的含义 江卫海对大家摆摆手说道 刚才的雷音 是我和五长老在探讨功法的时候 不小心泄露出来的 现在没事了 你们各自回去做事 虽然这里的下人 都是他的心腹 但是 人的嘴巴 有时候不是自己想五言时 就能五言时的 比如被人灌醉酒 说了胡话等等 下人们觉得江卫海的话 有点不对劲 因为雷音是从练功坊那边传出来的 但是江卫海已经发了话 他们没多问 纷纷进了屋子里 去继续做事 江卫海把苏晨他们喊进书房里 给书房设了隔音照后 跟苏晨他们说 这雷音是苏晨修炼出来的 这会儿苏晨还在感悟雷音 暂时不去打扰 他已经用防御 照照住了苏晨所在的练功房 不会再有雷音倾泻出来 然后江卫海问大家的情况 有没有受伤之类的 林婉雪说 只有大宝流了点鼻血 没有其他的问题 江卫海给大宝检查了下身体 然后慈爱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说道 好好 没事 留点鼻血 对你的身体好 大宝一脸懵懂地点点头 反正没觉得 哪里不舒服 不过他很好奇 刚才那样刺激的他流鼻血的雷音 竟然是他老爸搞出来的 那是什么牛逼的功法 他想学了 然后江卫海看向小宝 问江湘珍 想让他给小宝看什么 因为当时是在书房里 江湘珍没跟江卫海细说情况 只说 让江卫海去看看小宝 这会儿 书房试了隔音照 房间里都是自己人 江忠德也是自己人 所以 江湘珍把小宝会呼吸法的事 告诉了江卫海 江卫海和穆子晴 他们听了后 都特别惊讶地望向小宝 穆子晴这才注意到 自家小女儿的修为 好像是长了一点点 虽然不多 但是 确实是长了 而他们 在接引灵气修炼的时候 小宝是在睡觉 江卫海问道 呼吸法 真的有这样的功法 江湘珍点头说道 嗯 我当时和晨晨亲眼所见 根据晨晨的说法 晨晨已经不是一次在入睡后 身体自主地吸收灵气了 这是第二次 而且 晨晨说 他在室地里 见过记载了有关呼吸法的碑文 呼吸法应该是真实存在的 室地那一个地方 都不知道存在几千万年之久了 里面的资料 可以追溯至最原始时代 我们家 只有家主才有权限翻看那些上古资料 江卫海点头 望向小宝 小宝眨了眨 又圆又黑的大眼睛 可可哀哀的 窝 会呼吸法 小家伙完全听不懂 呼吸法是什么意思 旁边的苏子晗给他解释 那是睡觉后 身体也能自动修炼的一门很神奇的功法 苏伊诺满眼看宝贝一样的看着小宝 说道 小宝 你真是躺平小工具啊 睡个觉就能修炼 就像睡个觉起来 兜里就有好多钱一样 爽啊 刚好这会儿 在练功房里的苏晨 结束了初级大雷音呼吸法 他睁开双眼 双眼里有惊喜 这呼吸法 牛逼 第775章 超凡注击卡 他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在使用这大雷音呼吸法的时候 口鼻间喷吐出来的气息 在空中一顿暴鸣 甚至能看到 仿佛有电闪雷鸣在空中炸开 这气息 要是喷到人身上 绝对要把人给撞飞出去 这个呼吸法不仅有此功效 而且还能加速身体的修炼 改善身体的潜能 他发现自己的丹田处 时而有雷光乍现 这丹田的异象实属恐怖 如果把大雷音呼吸法修炼到高级 那是不是自己喷出一道气息 就是一道雷结 难怪之前系统说 大雷音呼吸法 修炼到极致的时候 可以误出佛门的杀手锏 普渡天下 这一招 之前他还想不太明白 但是现在随着自己修炼成功 触及大雷音呼吸法 他大概能想象出来 普渡天下功法的牛逼 因为那个时候 只需要他正常地 用大雷音呼吸法 望向众生 呼吸出来的气息 比如九天神雷 普及众生 真正地做到普渡天下 牛 想明白这些 苏晨对这个技能很期待 收敛神思 苏晨忽然发现 周围有一个防御罩 此刻 在书房里的江卫海 感知到苏晨醒来了 他用精神力沟通苏晨 告诉他 他们在书房等他 好 苏晨收敛气息 防御罩撤去 他才发现 隔壁练工坊里的老婆孩子们 已经没在那里了 想到自己刚才领悟 初级大雷音呼吸法 时候带出来的异动 他谋色一领 施展神足通 几个呼吸间 便到了江卫海 他们所在的书房门口 敲了敲房门 房门打开 是苏伊诺来打的房门 老爸 苏伊诺看到苏晨后 眼睛明显的一亮 因为他感觉到 苏晨身上 又多了一股神秘的气息 苏晨点点头 来到书房 问林婉雪他们没事吧 林婉雪跟苏晨说了情况 苏晨看了大宝 大宝的鼻血木子芹 已经给他擦掉了 见大宝没事 苏晨才落了心 随着他境界的提升 系统奖励的技能 越来越厉害 下次不能在家人附近 激活技能了 要是因为自己领悟技能的时候 误伤了家人们 他真的是后悔 都没地方后悔去 好好 爸爸吓到你了 今晚爸爸 给你们做好吃的好不好 做你太太外公这边的特色菜 怎么样 苏晨抱起大宝 爱连的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说道 他的厨艺技能 已经激活到终极 不管是什么菜 只要看到食材 以及看一下做法 就知道 怎么把这道菜做得更美味 即使是他从来没听过的菜 都可以 一听到有好吃的 大宝立马用力的点小脑袋 苏晨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然后才跟江卫海 谈起刚才的事 他也没瞒着 因为引起的轰动太大了 江卫海也告诉了他 在出现雷音扎尔 还没传到院子外的时候 他已经用防御罩罩住了他 没让事情宣传出去 苏晨点点头 之前在练功房 看晚晚自创的呼吸法 我感悟了一番 然后道格必练功房领悟 没想到也领悟到了一种呼吸法 江卫海和房间里的人大惊 问苏晨搞出那么大阵仗的 也是一种呼吸法 嗯 我暂时给他取名为 大雷音呼吸法 苏晨说到 在呼吸的时候 有雷霆乍现 原本苏晨还想展示一番 但是这在书房里 他还是不搞破坏了 林丸雪他们 也早就领略到了 这门呼吸法的牛逼 所以没立马让苏晨展示 江卫海哈哈大笑的 直夸苏晨有悟性 江湘珍也十分悍然 因为他当时和苏晨 一起看的小宝的呼吸法 他没有半点感悟 没想到转身的功夫 苏晨就领悟出了 这腰牛逼的呼吸法 俨然比小宝无意中 自创的呼吸法 还要牛逼 江卫海拍着苏晨的肩膀说道 晨晨 你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和你舞台外公商量了下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就带你妈和你媳妇婉雪 去走超凡路 看看他们能走到哪一步 能否突破超凡 恭喜宿主面临选择 选择一 告诉江卫海好 奖励宿主可以指定 把初级大雷音呼吸法 传送给指定人的次数两次 选择二 告诉江卫海 我相信我妈和婉雪 他们俩肯定可以突破 进入超凡领域 奖励宿主 两张超凡助击卡 超凡助击卡 之前都没听过 只出现过五道助击卡 超凡助击卡 难道是给超凡助击用的 宿主 超凡助击卡 跟五道助击卡的功能类似 五道助击卡 可以让普通人助击成为舞者 超凡助击卡 可以让巅峰宗师助击 成为超凡者 境界是迷雾初期 使用这张卡的前提条件 是对方需要是巅峰宗师 否则 使用了 对使用者没什么效果 听到系统的解释 苏晨呼吸都感觉到热了 竟然真的是给超凡助击用的 有系统 简直是太爽了 系统 超凡助击卡 有什么副作用没 没任何副作用 既然如此 那肯定是选选择二的奖励了 选择一的奖励 以后再选 选择二的奖励 是可以直接给家里 造出两个超凡者的 当即 他便对江卫海笑着说道 太外公 我相信我妈喝完血 他们俩肯定可以突破 进入超凡领域 叮 恭喜宿主做出选择 特奖励宿主 两张超凡助击卡 请问宿主 是否现在使用超凡助击卡 暂时不使用 笃定的话 紧接着 他笑着说道 那必须的 这个时候 肯定要说极力话嘛 是他太正经了 商量好后 江卫海当即带苏臣他们 前往江家的秘路 他作为江家三长老 带人走秘路 是可以不用上柄的 因为这条秘路 对所有江家 但凡是到了巅峰宗师境界的臣民都开放 因为江家 也想多多的出超凡者 这样才有更多的战士 前往江家负责的介于战场 抵御外敌 三长老 吴长老 助手在秘路宫殿前的守卫 亚然的赶紧恭迎的喊道 两人没想到 两位长老 竟然亲自来秘路这里 第776章 肖玉秀和林婉学走秘路 江卫海点点头 对他们说道 我有两位小辈 走秘路 好的 三长老 烦请两位来这里登记一下资料 江卫海抬手 下次再来补资料 我还有事 守卫被震慑到了 赶紧说道 好的 三长老 长老们的事 都是大事 他们可是半点都不敢当得到 长老们的大事 而且能让三长老送来走秘路的人 必然身份不凡 守卫带着江卫海他们 前去秘路入口 秘路的入口 跟市地的入口不一样 市地入口是一片白雾 如果不知道那是市地的话 都不知道 那是进入市地的一个入口 江家秘路的入口 是一个圆形的洞口 里面星云变幻 就仿佛是玄幻动画片里的秘境入口一般 江卫海转身望向萧玉秀和林婉学 阿秀 婉学 这便是秘路入口 你们现在可以进去 在里面会有更加浓郁精纯的能量 可以被你们吸收 进去后 不要好奇其他的 守住灵台清明 记住自己金秘路的初心 是突破智骨 进入超凡 即可 好 肖玉秀和林婉学 两人点头 江卫海点点头 好 等你们进去后 我带晨晨他们先去旁边的楼宇中休息 到了时间 你们出来后 给我打电话 在过来的路上 江卫海让人送来了 他给苏晨他们准备的手机 也教他们 如何把自己的精神印记录入手机中 以后可以直接用精神印记 解锁手机屏幕 即使手机丢了 别人也破不开手机 拿不到手机里的任何资料 私密性超级强 在这点上 人世间的手机 还无法做到如此地步 江卫海还教他们怎么用精神印记注册聊天 跟手机号注册类似 收手机验证码的时候 这边就是收到一记精神回馈 需要用精神印记 跟里面的精神回馈沟通 沟通正确连接后 才注册成功 苏晨他们一学就通 苏伊诺他们直呼高级 肖玉秀说道 好的 我和婉雪已经会用手机了 另外 外公 我和婉雪进去后 是在同一个地方吗 还是会分开 会分开 每个人的密录都会有细小的差别 好 懂了 肖玉秀点点头 然后对苏晨他们说 他和婉雪进去了 让他们别担心 等着他们的好消息 苏晨对两人说 让他们俩别有压力 他相信 他们肯定可以步入超凡领域 没有压力是假的 尤其是林婉雪 即将跟苏晨他们 前去通天岛参加会议 他想跟着苏晨一起进入造化书院 不仅可以提升他们全家的实力 而且 也可以大大的提升他们龙国的地位 当警察几十年 即使如今走进了修仙世界 但是他的使命感 还是很重的 想为国争光 两人走进了秘路 苏伊诺看得一阵眼热 挥了挥拳头 对苏晨说道 老爸 我也要争取早日走这条秘路 我要跟老爸一样 当超凡者 江家真的遍地都是超凡者 这大大的激起了他 苏超凡要当超凡者的决心 苏晨如今已经开始获得超凡注机卡 他知道 以后肯定还会有这样的卡奖励 所以 将来女儿们成就超凡 也就是一次选择的事 很简单 他毫无压力地拍了拍二女儿的肩膀 笑着对他说道 嗯 老爸相信你 接下来 江卫海带苏晨 他们去了旁边的楼宇的包房里休息 秘路旁边设有楼宇 按照等级划分 有天字号的大宫殿 这是专门给江家嫡系人休息的 因为很多都是长辈送晚辈过来走秘路 很多家长都想在这里等着晚辈出来 所以 需要用到休息的地方 这里便建了很多的楼宇 用作休息 类似于学校旁边的陪读房子 家长们住在学校旁边的房子陪读 一来是可以更好的照顾孩子们 二来是可以给孩子们做更好的吃的 让他们营养跟得上 江家秘路这边 类似于是一个大的学校考场 家长们送孩子们来走秘路 类似于送孩子们去考试 对于孩子们的考试成绩很在意 所以大部分的家长 都是选择在秘路附近休息等候消息 因为半生出了生意 除了嫡系一脉住 这些楼宇不用钱 其他人住 按照住的楼宇的品级收费 就跟住酒店的房间一样 按照不同的酒店房间规格 进行不一样的收费 在等肖玉秀的功夫里 他在家里爱吃的菜 今晚苏晨说他要亲自下厨 知道苏晨厨艺的江卫海 当然不会错过 三哥你现在也喜欢玩手机了 江忠德见江卫海 一直在手机上点点点的 好奇地问道 以前不管是吃饭 还是坐着聊天的时候 他可很少见江卫海拿手机出来的 手机对他们这些老家伙们来说 只是一个通讯工具 现在江卫海一进休息间 坐下来后就拿出手机在上面点点点 他发现江卫海去了一趟人世间后 不仅发型 穿衣打扮都变了 而且还喜欢玩手机了 他听说人世间那边的人 自从开启手机大数据时代后 不管是走路还是吃饭 都爱玩手机 就连蹲厕所也很喜欢玩手机 他就纳闷 不怕手机掉到厕所里去吗 江卫海点了最后一道菜的做法 发给苏晨 然后收了手机 笑着对江忠德说道 手机很好玩 有好多资料可以查 资料 江卫海朝苏晨眨了眨眼睛 晨晨 太外公提前让人准备食材 这几道菜 你能搞定不 苏晨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刚好这会儿 房门响了 有人在敲门 紧接着一道恭敬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三叔 五叔 我是顺诚 我刚才听说你们俩在这里 顺诚特意来拜访两位叔叔 江卫海宁眉 淡淡地说道 进来吧 房门推开 江顺诚从门口一脸恭敬地走了进来 三叔 五叔 两位怎么有空来这里 是送两位家的哪位小辈金蜜鹿 咦 这几位是 说着江顺诚望向苏晨他们 第777章 三叔 你找到了孙女 江顺诚得知消息 江卫海带着苏晨他们来了秘录这边 而且走秘录的不是苏晨 而是两个女人 一个是苏晨的妈 一个是苏晨的老婆 而且还是江卫海亲自带过去的 他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特别的诧异 外家下人许游多 说了几句话 他耐不住好奇 便准备过来看看 毕竟 如果江卫海就算重视苏晨 也没必要刚到江家 就亲自送苏晨的家人 去走秘录吧 这是不是太重视了 他问许游 苏晨他们一家住的江卫海家的哪个院子 许游又说 江卫海院子里的消息封锁了 打探不到 外加江卫海的整个院落 都有各种阵法 想要通过飞过去 探查到江卫海家的情况 完全不可能 上次江卫海带苏晨过来的时候 为了让苏晨看他的大房子 特意让管家短暂的屏蔽了 迷雾阵法等阵法 要不然 从外面看的话 只能看到他的大房子的大门 以及围墙之类的 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修仙者特别的重视隐私 几乎但凡有点小钱的人家 都会去买一些阵法放在家里 迷雾阵法是最基本的 有钱人家 那就不单单只有迷雾阵法 还有防御 攻击 杀阵等等阵法 就跟在人世间 有钱人家会做各种安保系统类似 江卫海既然让江顺诚进来 也没有准备瞒着的意思 所以 他对江顺诚十分大方的说道 没想到你小子的鼻子这么灵光 我这才带人回来 你就知道了 给你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孙女婿 苏彦 这位是我太孙苏晨 这位是我太孙媳妇穆子晴 这位是 江卫海把房间里的人 给江顺诚介绍了一番 以及告诉江顺诚 他孙女阿秀 和另外一位太孙媳妇 在走秘路 之前他和江忠德商量好了 把萧玉秀当作孙女 而不是外孙女 原因是 外孙女 那个外字 让他听着不舒服 而且 盛家既然放弃了 萧玉秀这个孙女 那以后就别想再要回去了 江顺诚内心震撼 孙女 他三叔什么时候有孙女了 难道是认得甘孙女 见苏晨优秀 就认了苏晨的母亲 为甘孙女 不可能 他也看到了 苏晨只是迷雾中期境界 虽然说在人世间 已经无敌了 但是 对于苏晨这个年纪 还只是迷雾中期 放在他们修仙世界 完全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人 完全不可以跟各大家族的 天骄相媲美 虽然说 苏晨有斩杀采药境界的 舞者的能力 但是 那很有可能是苏晨 用了什么秘宝而已 因为 迷雾境界的超凡者 想杀采药境界的大能 那完全是找死 还是说 苏晨的母亲 真的是江卫海 遗落在外面的孩子生的女儿 比如 那种狗血剧情 江卫海在人世间 跟一个女人 有过一夜之缘分 然后那个女人 生下了江卫海的儿子 然后这次江卫海 去了一趟人世间 找到了自己的血脉 带回了苏晨一家 只有这种可能 否则 江卫海作为江家长老 逍遥游境界的大能 又怎么可能会亲自 护送两个 早已经过了 最好修炼时机的人 时间的人 来走超凡蜜路 一想到这里 江顺诚整个人 都感觉到了压力 许游说的没错 果然 这次江卫海带回来的人 是打算要重点栽培了 不过 他也不用太着急 虽然说江卫海 会重点栽培苏晨 但是 苏晨已经有快38岁了 再怎么栽培 也不会用到他儿子的资源 而且 这次前去通天岛 参加造化书院 选拔赛的名额 已经定了 苏晨也因为是人世间 英杰大赛的双冠军 被邀请去参加 在名额上 不会跟他儿子 有什么利益牵扯 至于到时候造化书院的选拔赛 那就各凭本事 想通了自己这边和苏晨之间 并没有实际的利益纠纷 江顺诚心里舒服了很多 心里对苏晨 暂时没有敌意 他笑着对江卫海说道 恭喜三叔 找回了孙女 准备什么时候 半个任祖归宗一事 江卫海说 看了江顺诚一眼 说道 到时候会通知你们 好 对了 三叔 没想到苏晨是您的孙女婿 苏晨是您的太孙子 这么说 林婉雪是您的太孙媳妇 这么一算 咱们江家此次去参加通天岛大会 角逐造化书院的名额 有足足八个 比盛家和白家要多三个 那我们这次 江家被录取进造化书院的学员数目 肯定远超成家和白家 这是大好事啊 利于我们江家 江顺诚笑着说道 江卫海脸上稍微的有了点笑容 他看向苏晨和苏叶 说道 别人我不知道 不过我的孙女婿和太孙 肯定能进造化书院 因为林婉雪还在走秘路 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入超凡 所以江卫海还是没有直接说大话 说自家这边三个人都会进造化书院 最理想的状态 当然是三个人都进造化书院 他也会去跟造化书院那些老头子走动走动 争取能让自家这边三个人都进造化书院 到时候气死盛振威他们 江顺诚微微愣了下 没想到江卫海对苏晨和苏叶的评价这么高 他家采药境界的儿子 他都没把握能进造化书院 不敢在外面放话说他儿子会进 没想到江卫海说的这么斩钉截铁 他也没在心里笑话江卫海 心想 应该是江卫海刚找到遗落在外的孙女孙女婿一家 所以对孙女一家都很期待 说的应该是鼓励的话 要不然 一上来直接说 苏晨他们三人肯定上不了造化书院 太丧气了 他笑着附和着说了几句恭维话 然后江卫海一准备休息为由 让江顺诚走了 江顺诚走后 他给他的管家打去电话 让他立刻开出调许游 这个下人 没打听清楚情况 就敢给他胡乱谏言 想要把他拉到跟三房对立面的位置 真乃小人眼 这样的人绝对不能留在他们家 免得以后带坏家里的孩子 这个世道 能不结仇怨就不结怨 尤其是他三叔那一房 第778章 萧玉秀和林婉雪成为超反者 苏晨这边江顺诚走后 江卫海跟苏晨他们说 江顺诚的事 说他是江家二房 他唐二哥江原木的儿子 江顺诚有一儿一女 儿子叫江丽金 今年55岁 才要中期 这次江家选的五名 前去参加通天岛大会的天才礼 便有江丽金 修仙者的寿命 比人世间的人的寿命要长 50多岁 还属于青年时期 类似于人世间的20岁出头的青年 只不过 人世间的青年时间 在18岁到28岁之间 这里可以从18岁 拉长到60岁 还是属于青年时期 这次五大家族中 选出来去参加通天岛会议 最后角逐造化书院学员资格的人 都是60岁以下的超凡者 年龄不准超过60岁 苏业 晨晨 到时候举办任祖归宗仪式的时候 那些小辈都会过来 我到时告诉你们 江家选出来的 去参加这次通天岛大会的天才 虽然他们一个个都是采药境界 但是 不用怕 你们有我江卫海撑腰 苏晨笑着说道 好 有系统在 他已经很久都不知道 他这个字怎么写了 江卫海让大家在内置的房间里去休息会 这是一个大套房 有五房六位 苏晨让女儿们和穆子晴 带着大宝小宝去休息 他跟江卫海聊修真戒的事 大宝小宝确实困了 跟穆子晴到房间里休息 女儿们里除了苏伊诺和苏宇彤经历很旺盛外 苏子涵他们三姐妹也困了 到了房间里休息 在苏晨听江卫海说修真戒的事的时候 时间也过得很快 大概距离萧玉秀和林婉雪 经秘露过去了两个小时 苏晨便在脑海里呼出系统 问他 他老妈和丸雪老婆在秘露修炼的怎么样 有没有突破进入超凡 宿主 萧玉秀和林婉雪还没进入超凡 萧玉秀的资质差的有点大 林婉雪的资质还差一些 始终突不破超凡 这么说 如果没有超凡住基卡的话 自家老妈和老婆靠自身难以突破 进入超凡领域 想成就超凡 真的挺难的 他之前给他妈和林婉雪都服用过洗水果 洗水乏身 改善了身体的资质 两人又练了张道林的五页脆体经书到第一层 再次改善了体质 让身体的潜能更大 竟然还是无法靠自己突破到超凡领域 难怪人世间七八十亿的人口 龙国二十亿的人口 在他进入超凡之前 超凡者一个巴掌能数出来 想进入超凡 真的很难 这也难怪他之前杀掉的郑迪 三十六岁 也只是个无品无者 要不然 按照郑迪跟圣家的关系 圣家想要扶持郑迪到巅峰宗师 轻而易举 毕竟之前孩子们吃了百老送的果子 直接就到了高级宗师境界 随后 他又想到了之前的霍一青 霍一青是霍家的子孙 为什么没有直接吃可以提升境界的果子 而是一个二品无者呢 或许 直接吃果子大幅度的提升境界 会让无者在走秘路 进入超凡领域的时候 遭受到的禁止越大 这也是他的一点想法 具体是因为什么 他也不清楚 不过 他有系统在 有系统奖励的超凡注机卡 完全不用去想那些事 当即 他便对系统说 要用超凡注机卡 之前问过系统了 用超凡注机卡 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 不会影响到五道之路 好的 宿主 请宿主指定超凡注机卡使用者 指定给我妈肖玉秀 以及我媳妇灵丸雪使用 好的 宿主 指定中 指定完毕 使用者正在领悟超凡注机卡 需要十分钟 十分钟后 使用者可以吸收完毕超凡注机卡的能量 突破到迷雾初期 好 跟系统沟通完 苏晨继续跟江卫海聊天 问他 之前自家老妈和老婆 吃过白老送的龙咸果 一下子冲到了巅峰宗师境界 这会不会影响到 他们俩突破超凡 江卫海说道 只是跨越一两个小境界 影响不大 如果全程都是靠药物突破到的巅峰宗师境界 那进入超凡 受到的阻碍 比靠自己修炼上去的要大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五大家族不少嫡系子弟 有时候会去人世间历练的原因 历练的时候 同时也在磨练自己的心性 以及感悟天道等等 自我突破 苏晨点头 果然是这样 十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苏晨的脑海里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宿主 两张超凡注机卡使用完毕 萧玉秀和林婉雪 均已进入超凡领域 迷雾初期 听到系统的这个声音 苏晨大喜 哈哈 家里又多了 两个超凡者 爽 带着全家一起升级 过了两分钟 江卫海的手机响了 江卫海拿出手机 看到是萧玉秀打来的电话 他微微有些疑惑 咦 怎么阿秀这么快就出来了 这距离他们进入秘路 还只过去两个小时12分钟 江中德醋没 难道没过 随后江中德感叹 哎 即使是我们修仙者 想要破入超凡真正踏足修仙领域 也是要靠自身的资质 不过没事 以后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方法 进入超凡 我听说 上头已经在联合研究 大规模的制造超凡者了 不知道如今进展如何 因为人族缺超凡战士 境界于战场 为了扩大超凡战士的数量 五大家族想出过很多办法 除了发力人世间找出最强国进行栽培超凡者之外 还有研究如何把修仙界的非超凡者 全部都打造成超凡战士 以及还有其他的各种方案等等 不过那些都是太上长老们在负责 他们只听到一些风声 具体如何 他们知道的不多 江卫海点点头 然后接起电话 笑着鼓励道 阿秀 怎么样 不过就算没进到超凡领域 也没关系 我们还有机会 秘路可以走很多次的 不少舞者 也是第一次没过 第二次就进入超凡了 外公 我和婉雪都突破到超凡领域了 现在是迷雾出气 萧玉秀报喜的说道 第779章 新世界的美食 江卫海叔弟站起身 声音不自觉的拔高 什么 江中德盲问道 怎么了 苏叶也一脸凝重地望着江卫海 苏晨拍了拍自家老爸紧张的身体 因为他知道自家外公为什么这么震惊 因为他老妈肯定是告诉他外公 他和婉雪老婆都进入到超凡领域了 果然 下一秒 江卫海大喜地说道 好好好 厉害 优秀 阿秀 你和婉雪在原地等我们 我们马上就到 说完后 江卫海挂了电话 然后对苏晨 苏叶他们说道 苏叶 晨晨 阿秀和小雪都突破了桎谷 进入到了超凡领域 进阶到了迷雾初期 两人都成为超凡者了 哈哈 晨晨 咱们今晚得好好庆祝一番 多做一些菜 苏晨笑着说道 没问题 今天自家老妈和老婆都突破成为了超凡者 必须得好好地庆祝一番 苏叶笑得脸上的肉都发颤了 苏依诺和苏与彤大喜 苏依诺兴奋地跳了起来 大喊一声 哦叶 然后赶紧跑去敲房门 喊苏子涵 他们醒来去接奶奶和老妈了 并且告诉他们 奶奶和老妈都成为超凡者了 什么 成为超凡者了 哈哈 太好了 孩子们超级高兴 苏玉彤也喊醒了木子晴和大宝小宝 三人知道萧玉秀和林婉雪都成为超凡者后 大喜 江忠德特别诧异地说道 他们才进去两个多小时 就突破进入超凡境界了 三个 我估计阿秀和小雪的资质都不错 秘露局做了去年的统计 平均突破超凡的时间为五个小时 阿秀和小雪远超平均时间 江卫海哈哈大笑地说道 那必须的不 你也不看 那是谁的外孙女 是谁的老婆 走 去接阿秀和小雪去 一家人来到秘露入口 萧玉秀和林婉雪正在那里笑着说着话 看到苏晨他们来了 两人停了下来 朝着他们走去 妈 老婆 苏晨大喜地喊道 虽然通过系统 他早就知道自家老妈和老婆都成为了超凡者 但是亲眼看到他们俩身上的超凡气息的时候 他还是很惊喜 系统真的太厉害了 全家大喜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江卫海的院子 苏晨带着老婆女儿们去下厨 老婆孩子们还没吃过修真界的美食 江卫海提前让佣人准备好了食材 这些食材他们之前都没见过 林婉雪用筷子夹起一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海鲜 说是龙虾吧 又不太像 因为他的脑壳很大 有螃蟹的脑壳那么大 老公 这个怎么处理 这些海鲜都得处理干净才行 因为每只海鲜都有肠胃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得斋干净才能吃 这个我教你怎么处理 这个叫包头虾 它的虾头大得像一个包子 它的肠胃功能其实跟龙虾的位置差不多 苏晨一边说 一边教老婆女儿们处理包头虾 熟练的手法 就像是经常处理包头虾的大厨 看得林婉雪一顿惊讶 老公 你太能干了 我感觉 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你不会的东西 你全能行 他以前带五个女儿的时候 一有空 就会下厨做饭菜给孩子们吃 基本上所有的菜和餐点都会做 比如最普通的包子油条饺子 蛋糕 面条 舒芙蕾等等餐点 以及鸡鸭鱼肉海鲜等等 都会 螃蟹是海鲜里最难清理的 需要把蟹壳敲开 把里面的螃蟹的牙齿等脏东西 都给摘掉才能吃 他也会 但是 对没处理过的海鲜 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不知道他的结构 苏晨笑着说道 今天你和妈在秘录里的时候 太外公把这些资料都发给了我 还有这些菜的做法 也都发给了我 但是 你没看着手机看呀 你的记性真好 林婉雪夸赞道 他第一次做一种美食或者糕点 需要对着本子上的做法做 而且 还有可能做错步骤 苏晨笑着说道 你老公 我的记性必须很好 这顿晚餐 苏晨带着林婉雪和苏子涵他们 一起做了十五道菜 当菜上桌的时候 江忠德直接被震惊到了 三哥 晨晨不是第一次做咱们这边的饭菜吗 怎么做的这么漂亮 半点都不比我家那个御用厨师的摆盘差 而且 闻着香味 我就知道 这肯定好吃 江慧海哈哈笑道 等会 你别跟我抢鸭腿 他心里其实也被苏晨给再次震惊到了 虽然他知道 苏晨的厨艺真的超级棒 但是对于第一次做的食材 还做的这么的好 真的太让人惊讶了 以后又有新的美味吃了 爽爽爽 开吃的时候 苏又于全城的嘴巴都在吃东西 一句话都没说 这里的食材做出来的菜 就算是一道普通的食书 都比在家里的好吃 同样是他老爸的手艺做出来的 但是这里的就是好吃一些 说明这里的食材更好吃 有同样想法 没空说话的 还有苏子涵他们 以及大宝小宝两个小宝宝 吃自己的腐食 也吃得舒服的眯起了眼睛 江忠德还没动筷子 原本准备跟江慧海先喝上几杯酒 再开始动筷子吃饭菜 但是他刚倒好酒 就发现整个餐桌上 除了苏晨和苏叶外 其他人都在快速的给自己碗里加菜 就连江慧海也是一样 以前他和江慧海吃饭之前 都会先喝点酒 说点话 然后再动筷子 慢慢的吃菜 现在江慧海都没倒酒 三哥今天不喝点酒 江忠德问道 江慧海看向他 嘴里嚼着菜 指了指自己的饭碗 然后指了指桌上的菜 然后没说话 用精神力跟他沟通的 说的是吃饭的时候不说话 江忠德一愣 还有这样的规矩 不对啊 精神沟通不是说话吗 什么时候坐在一起吃个饭 需要精神交流了 江忠德心里疑惑 但是看大家都吃得很香 他也忍不住动筷子夹菜 开吃 然后一口下腹 第780章 江家认祖归宗仪式 他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自家三哥吃饭的时候 宁可用精神力跟他交流 也不动嘴巴说话了 这特么的太好吃了 超级好吃 这才是舌尖上的美食啊 好吃到想尖叫 苏晨不是第一次来修仙界吗 怎么会把修仙界的招牌菜 做得这么好吃 四香味俱全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他90多年来 吃过最好吃的饭菜了 难怪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吃饭 桌上的菜就这么多 多说一句话 就少吃一口菜啊 干饭 干饭 一顿饭吃光 菜碗里一点配菜都看不见了 全部都光盘 一个个都吃得舒服的躺在椅背上 或者在揉着肚子 或者在踢牙 一脸的心满意足 吃饱喝足后 就是这么的爽 这会儿 大家才开始聊天 晨晨 你要是开饭店的话 绝对满足爆棚 三哥 你家太外孙的厨艺 真的是太棒了 江卫海拍了拍江忠德肩膀 说道 下次称呼晨晨为我的太孙 在外面也这么喊 记住了 行 瞧我这嘴巴 江忠德拍了下自己的嘴巴 江卫海跟苏晨他们说 以后在称呼上发生下改变 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肖玉秀他们 暂时不用跟圣家正面刚 虽然他做梦都想把圣家打得的天灯地裂的 但是 一切还是以稳为主 在苏晨还没发展起来之前 得小心保护着苏晨他们 肖玉秀说道 可以 爷爷 圣家不要他 那就失去了当他爷爷奶奶的资格 苏晨点头 太爷爷 苏子涵喊道 太太爷爷 小宝也挥舞着肉乎乎的小手 奶声奶气地喊 太太爷爷 江卫海爽朗地哈哈笑道 好好好 阿秀 你的姓妮准备改成江吗 肖玉秀望向苏晨 苏晨朝他点了点头 肖玉秀对江卫海说道 爷爷 可以 当初肖玉秀这个名字是苏晨帮他取的 当时他并没有名字 他也不知道名字是什么意思 如今要改姓了 他想先看苏晨的意思 苏晨同意了 他才点头 江卫海听到肖玉秀的话 大写 好好 从今天开始 阿秀 你的大名叫江玉秀 我等会让人给你和苏晨他们做身份牌 虽然你们在人世间有身份证 不过在修仙界 也有修仙界的身份牌 修仙界的身份牌 跟人世间的身份证功能类似 比如 你在外面住酒店 考驾照等需要出示身份证的地方 需要出示身份牌 不过身份牌 比身份证还多一个功能 就是 如果持有身份牌的人死了 身份牌上的淡绿色的灯会熄灭 肖玉秀他们微微惊讶 没想到修仙界的身份牌 还有这样的功能 吃完饭没多久 江卫海喊来了负责管人口的主任 带来仪器 给肖玉秀他们做身份牌 做身份牌 需要用到本人的血液 以及精神力印记等等 精神力印记 统一归入江家的档案室 方便管理人员 类似于人世间的半身份证的时候 需要录入指纹 指纹入国家的指纹库 方便国家管理人员 到晚上七点的时候 苏晨他们的身份牌都做出来了 只有肖玉秀改了姓 叫江玉秀 江卫海安顿好苏晨他们后 让苏晨他们自行休息 然后带着江忠德 去了江家的太上长老院 因为江卫海要跟祖理 说江玉秀的事 以及跟祖理定下 江玉秀的认祖归宗仪式 以及把江玉秀的户口 放到他的名下 名字写进族谱等等事情 祖理让他出示一份 跟江玉秀的亲子鉴定报告 以及带江玉秀去见他们 他们要检测江玉秀 是否有江家血脉 因为爷爷跟孙女的 亲子鉴定报告的准确率 只有70% 不像妇女的亲子鉴定报告的准确率 有99% 999% 江卫海说可以 第二天 江卫海带着江玉秀到 专门做亲子鉴定报告的机关 做了鉴定 鉴定结果 两人确实有血缘关系 然后江卫海带着江玉秀 去了太上长老院 江玉秀本来就是江卫海的外孙女 所以血脉检测的时候 也没问题 因为这是流程 需要走一遍 太上长老院这边的流程很快走完 确定了任祖归宗仪式举办的时间 原本太上长老院 还准备放在半个月后开始 因为这样有充足的时间布置和安排 江家嫡系的任祖归宗仪式 必须得隆重 即使江玉秀只是迷雾初期的超凡者 但是也是他们江家的嫡系血脉 都是按照统一的嫡系血脉 任祖归宗流程 不会厚此薄笔 江卫海笑呵呵的说 布置的东西 他都让人提前全部都准备好了 只需要去江家祭坛布置一番即可开始 江卫海说 大后天就可以开办 太上长老院 让江卫海带他们去看准备的物资 江卫海带他们去看了 看完后 确定任祖归宗仪式所需物资 都事无巨细地准备妥当 太上长老院才宣布 任祖归宗仪式放在这个月的26号 也就是大后天举办 江卫海大喜 谢过太上长老的负责人后 江卫海便带着江玉秀欢喜地回去了 告诉苏晨他们 举办任祖归宗仪式的日期 以及告诉他们 那一天仪式大体是怎么样的 因为江家里年上千年之久 中间有偶尔会出现流落在外的血脉 回到江家 并进行任祖归宗仪式的事 有录像 江卫海跟大家说完任祖归宗仪式的流程后 给大家放录像 从录像上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 整个任祖归宗的流程 这个仪式 苏晨他们做得比较少 主要的是江玉秀做得多 苏晨他们 只需要跟在江玉秀的身后便可 仪式看了一遍后 苏晨记住了 江玉秀和苏叶在影音房看了多次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仪式 是自己回家 任祖归宗的仪式 他很重视 昏暗的影音室房间里 苏晨揽过江玉秀 让他靠在自己怀里 轻拍着他的后背说道 老婆 现在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真正的家人 狼妈妈可以安心了 江家这边的人 对你确实很好 以前都不快 我们不要去想了 以后 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第781章 逛街 准备买婚宴喜福 江玉秀点点头 苏晨陪着江玉秀 在房间里看任祖归宗的流程 以及聊天 情感上的陪伴 苏晨带着老婆孩子们去逛街 江卫海特意派了管家陪同 全程给苏晨他们当向导 以及苏晨他们看中什么 都有管家来付款 让苏晨他们去放心的买买买 因为江卫海 要亲自去盯着祭台那边的工作进度 所以没法分身陪苏晨他们去逛街 江湘珍要去礼部监工江玉秀 大后天要穿的礼服的最后制作程序 在来江家之前 江玉秀认祖归宗仪式上要穿的衣服 江湘珍已经让人来量了江玉秀的尺寸 回去开始做了 这会儿已经做得差不多 开始最后的收尾工作 到时候苏晨他们穿长服即可 只有江玉秀需要穿特定的服装 因为上面会有江家的标志 而且是严格的按照等级制度来制作的衣服 就好比古代皇室的衣服 也都是有规格制度的 什么身份 穿什么样规格的正式服装 江家的方式 跟逛人世间的大商场类似 都是店铺伶俐 各种都有 高点店 酒楼 布装等等 应有尽有 因为女儿们很想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飞剑 所以苏晨先让管家带他们去飞剑一条街 这一条街都是卖飞剑的 各种款式的都有 甚至还有蝴蝶形状的飞剑 琵琶形状的飞剑等等 飞剑的速度比不上机关兽 但是盛在漂亮 踩着飞剑而行的时候 十分有仙霞飘逸的感觉 而且飞剑启动后 都带着各种酷炫的流光溢彩 好看极了 女儿们兴奋的再选选选 大宝小宝也加入了选飞剑的行列 苏晨问管家 飞剑的驾照考试 对年龄有没有要求 苏少爷 有要求 需要年满八岁的人 才可以报名参加飞剑的驾照考试 机关兽的驾照考试 需要年满十五岁 管家恭敬地回到 尽管管家是一名命土境界的超凡者 比苏晨的境界要高 但是苏晨是江卫海的太孙 他得对苏晨恭恭敬敬的 服务好苏晨一家 因为管家也是有评分考核的 而且是全网数据化 评分考核不通过的话 那他就会被江卫海辞退 这段被江卫海辞退的工作经验 会一直伴随着他的管家生涯 想抹都没办法抹去 全网都通 但凡是他要找管家工作 他的过往工作经验 都会被动地显示在上面 他以后想要继续在管家结婚的话 会很难 至少像江卫海这样级别的江家嫡系 是不敢用他的 所以他的态度全程都十分地好 而且还是发自心底的好 只有秉着这样的工作态度 才能真正地获得雇主的满意 这也是他的管家素养 苏晨点点头 这么说紫涵他们可以考飞舰和机关兽的驾照 大宝小宝两人还不能考飞舰驾照 大宝小宝听到苏晨的话后 眨了眨眼睛 看来这几年 只能跟在姐姐们的屁股后面做飞舰了 飞舰上是可以带人的 不过带的人比较少 就跟骑摩托车载人一样 只能载两三个人 而机关兽的载客量那就大很多 大到几十人 小到几人都有 因为苏晨本身有一架机关兽 所以苏子涵他们没喊着去看机关兽 只想选一把自己心意的飞舰 以后回到帝都 可以飞来飞去的 在朋友面前特有面 老爸 可以多选几把吗 苏伊诺手里拿着两把飞舰 一把是霸气的龙形的 一把是一条皮链一样的大红色飞舰 这两把飞舰他都很喜欢 不知道选哪把 苏晨笑着说道 可以 今天你们太太爷爷请客 这些飞舰的价格虽然贵 但是对于江卫海来说 小意思不算什么 苏伊诺一听这话 立马一喜 望向其他的姐妹们 大家明显都很开心 因为这些飞舰太好看了 真的很难选 不过 大家也没有太铺张浪费 一人选了两把飞舰 苏又于特别喜欢自己选的 这把飞舰 是一座连台 拿到手里的时候 可以缩小成一个连台钮扣 随便放在身上哪里都行 很方便 然后使用的时候 连台钮扣 可以放大成一座连台飞舰 不是舰的形状 而是连台盛开的形状 而且还是粉色的 十二瓣莲花盛开 它站在正中间 就可以遇见飞行 超级漂亮 大宝小宝两个小宝宝 选了他们喜欢的飞舰 虽然他们还不能考驾照 但是买一把飞舰 在自家院子里低空飞着玩 也是可以的 买的是儿童版飞舰 速度比成年人版飞舰小不少 刚好适合他们俩 大宝选了一艘船 缩小版的方舟 小宝选了一张床 小丫头的想法 就是飞着也可以睡觉觉 选的颜色 还是他最爱的大红色 买完飞舰 继续买买买 一路上看到好吃的糕点 小吃都会买上一些 飞舰因为可以缩小成飞舰扭扣 所以买了后 大家各自放到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这样就可以继续轻松购物 左手一串串串咬着吃 右手拿着糕点啃着吃 两边都吃 一脸的满足 看得苏晨宠溺溺的笑了 苏子涵忽然看到一家布庄 跑到苏晨身边 指着布庄说道 爸爸 那里有一家布庄 外面的真人模特身上 穿的衣服好漂亮 叫红娘布庄 是专门给新娘子做衣服的 等于我们那里的婚纱 你和妈还有穆阿姨 不是准备办婚宴吗 我觉得 妈和穆阿姨 可以在这里选一套喜服 到时候回到家里办婚宴的时候 外公外婆他们看到了 肯定会大为惊喜 这里的款式 看着跟我们那些都不一样 而且 布料看起来好仙气啊 那些真人模特身上的衣服 飘着鸟鸟白雾 而且 那白色的绸带 还能悬停于半空中 不会落下去 这可跟重力原则不匹配 在人世间 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衣服的 林婉雪和穆子晴 也注意到了 那些模特穿的衣服 眉眼一喜 望向苏晨 苏晨笑着说道 好 走 去看看 他也看到那些衣服了 确实是很华丽漂亮 店门口有很多人在那里看 店里面肯定也有很多人 估计价格还不便宜 因为路上其他的女休闲者穿的衣服 没有出现那样效果的